第221章一砖头砸死 此刻 黄小龙神色没有丝毫慌乱 这火爆的场面 在他的双瞳之中 竟然是放慢了不知道多少倍 所有的一切 都变成了慢动作 包括曹德奎等人 脸上那不断变化的凝恶表情 高处的行车之上 布鲁诺十分开心地看着下面 他并没有马上开枪 就还像是在看着一场马戏团表演 黄小龙随意夺过一根迎面扫过来的钢管 顺手一挥 直接扫过数人的脸颊 他们脸上的骨头 被尽数打爆了 连半张脸都被刮了下来 面部与钢管接触的地方 呈现出一种匪夷所思的扭曲 这让得 他们的面部 就好像被调皮的小朋友 随意扭坏掉的廉价塑料玩具 接下来 黄小龙随手将钢管扔了出去 咻 这根钢管 完全呈现出一条直接 速度之快 堪比子弹 扑 钢管直接插在一名鹰爪门精锐的咽喉之上 来了葛对川 而 那鹰爪门精锐 脸上呈现出来一种死灰之色 舌头吐了出来 下一秒 他的咽喉处 鲜血如水箭般喷溅而出 整个人软软地歪倒了下去 畜生 罗尸蒂 这个畜生杀了罗尸蒂 鹰爪门之人 进阶爆发出来了如丧烤笔的惨叫声 轰 在距离黄小龙极近的距离 曹德奎手下一名马仔 将手中的斧头 直接抛出 砍向黄小龙的脸部 黄小龙随手一接 把斧头接住 然后随意地抛了回去 然后随意地抛了回去 扑 斧头直接相入那人的面门 眉心 鼻子 嘴巴 几乎是被对半剖开 整个面部呈现出来了一种诡异的凹陷 那人轰然倒地 下一刻 黄小龙右脚一蹬地 在地面上踩出一个小小凹坑 巨大的推动力把他的身体向前弹了出去 砰 砰 砰 黄小龙撞倒了好几人 被他撞倒的人 全身骨骼噼里啪啦如放鞭炮似的碎裂了开来 然后麻袋似的倒在地上 蹊跷流血而死 厂房内 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浓郁的血腥味 熏人欲偶 黄小龙这一扑之势并未衰减 人以化为残影 直接掠向一个集装箱后面 隐匿了起来 如此 轻而易举地突破了重重包围 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地上 留下了几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妈的 这 这小杂种 这时 曹德奎只觉得猴头发干 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他终于亲眼见识到了 黄小龙的凶残与强横 大哥 也别怕 我们人多 等会 我们用枪打他 一鸣握着手枪的镖形大汉 看向黄小龙消失的地方 抬起手枪 就要射击 下一秒 咻 一道残影直接闪过 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了这道残影 而这道残影 一闪而过 迅速地隐没在了另一边的集装箱后面 邪门 太邪门了 曹德奎咒骂了一声 一转头 便是看到了刚才对他说话的小弟 整个人面部表情 似笑非笑 极为的诡异 刻然 扑 那个小弟头颅被血水直接冲地跳了起来 在空中翻转了几下 扑通一下砸在地上 那无头的尸体 摇晃了几下 也是随之倒地 就刚才 那一个呼吸不到的时间内 黄小龙已然是闪身而出 江曹德奎那名小弟的头颅摘了 气氛沉闷得像是一潭死水 可怕 太可怕了 这厂房里的人 并不是没有见过血 相反 很多人手头上 都是有着人命的 可是 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 这等活生生摘人头颅的凶残场面 亲爱的 看来 我们的干活儿了 行车上 神枪手布鲁诺将怀中的金发女郎松开 目光却是如阴准一般扫视着刚才黄小龙消失的地方 放狗 放狗咬他 曹德奎大叫一声 几名马仔将拴狗的链子一松 五条训练有素的狼狗 直接扑向了黄小龙消失的集装箱 狼狗凶猛地撕咬狂吠着 他们的声音 在这个空旷的厂房中 形成了回音 很快 五条狼狗便是扑向了集装箱后面 就好像已经发现了黄小龙 并对其发起了扑击 可是 仅仅两秒钟之后 狼狗的狂吠声消失 几声乌液过后 一切再度归于平静 妈妈的 这 这咋种 曹德奎心头 也是有些发寒了 那鹰爪门的诱护法 力声咆哮道 是英雄好汉的 就出来 大家光明正大的干一场 偷偷摸摸的 鼠背 胆小如鼠之背 诱护法一边撕叫 一边抬头朝站在行程上的 布鲁诺夫妻打了个眼色 如你所愿 黄小龙那魔鬼般的声音 从集装箱后面传来 他再度现身 缓缓地走了出来 此时 在空旷静密的厂房内 黄小龙的脚步声 格外刺耳 就好像 每一步 都踩在人心跳的间隙处 让人心头发们发慌 几欲窒息 开枪 开枪啊 曹德奎一声力吼 迅速指挥手下有枪的马仔 开枪射击 不过 率先开枪的 是行车之上的神枪手 来自布鲁诺的妻子 贝蒂 贝蒂使用的 也是布鲁诺自制的手枪和紫盘 他的枪法 虽然没有布鲁诺快 但在欧美地下世界 也是一把著名的快枪了 百发百中 曾经用自制手枪 隔着两百米射杀目标 贝蒂呼吸间 就朝黄小龙打出三枪 一枪打额头 一枪打心脏 一枪打下阴 在开枪的一瞬间 贝蒂的嘴角 勾勒出来一抹优雅的笑容 他知道 他又将收割一条年轻而新鲜的生命了 而这个时候 黄小龙的身体 却是出现了一种诡异的扭曲 如流水波动 羚羊挂脚 无机可循 扑 扑 扑 三颗子弹 从黄小龙身边擦了过去 还没等人反应过来 黄小龙右手往上一抛 在他的右手里 握着半截临时捡来的砖头 这半截砖头 如呼啸的冰雹一般 砸向了行车上的背地 竟然比他射出来的子弹还快 砰 一声爆响 那半截砖头 硬生生地砸中了背地那性感妩媚的脸庞 他美丽的脸蛋人 瞬间变得丑了无比 半截砖头 几乎是镶嵌到了他的脸上 一颗眼珠子直接被挤了出来 另一颗眼珠则是陷入大脑内部 背地连叫都没叫一声 就从行车上摔了下来 砰 他在落地之前 已经隐命 尸体砸在地上 整个躯干四肢都被摔得扭曲成麻花状 脊椎骨刺破肌肤 露出体外 触目惊心 不不不 不不不 该死的 背地 我的背地 布鲁诺爆发出如丧考比的哭嚎声 给我开枪 给我开枪 打死这个杂碎 第222章他是 魔鬼 布鲁诺简直已经疯狂了 背地 是他的妻子 也是他最亲密的战友 更是他一生中的挚爱 可是 死了 被黄小龙一砖头砸死了 布鲁诺发誓 这是他最疯狂的一天 也是最想要杀人的一天 蹭蹭蹭蹭 布鲁诺双手一抖 左右手各持一把自制手枪 闪电般的朝黄小龙身体要害 连放四枪 与之同时 在厂房的一些阴暗角落 幽灵班窜出促十名枪手 他们各自都占据着最有力的射击位置 宛如潜伏在阴影中的眼镜蛇 寒而不漏 隐而不发 不动则已 一动就要杀人 这些都是绝世刺客般的神枪手 收个生命如呼吸般自然简单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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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绵不绝的枪声响起 子弹仿若急风奏雨般 朝黄小龙倾盆交去 如此强大的火力 集中点射黄小龙 不要说一个人累了 就算是电影里的米国队长 蜘蛛侠之流 必然都会被射成筛子 而且 这些枪手的射数 的确已经是精湛到了极致 纵然黄小龙是在人堆里 但他们的子弹 都仿若长了眼睛一般 丝毫没有偏移射向自己人 通通都是找准了黄小龙的位置 甚至 有的子弹 射过来 已然是把黄小龙前后左右的退路 都封锁了 你还不死 鹰爪门诱护法 力声私叫 修 修 修 黄小龙的身体在动 他就好像一个优雅的夜精灵一般 在密集的谈语中跳舞 没有一颗子弹 能够触及到他的身体 墙壁上 地面上 石屑飞溅 但黄小龙如诗歌一般飘逸 下一秒 鹰爪门诱护法的眼前一花 黄小龙已然是闪到了他身前半部之遥 顷刻间 诱护法便是感觉到了千斤重压 让他喘不过气来 后背已经被冷汗沁湿透了 小畜生 给我死吧 又护法强行提起精神 又爪直接朝黄小龙的面门抓去 黄小龙嘴角微微一扯 目光却仿佛凶兽一般 放射出视血的光泽 扑 有光闪过 好像是锋利的刀光 又好像是剑光 一剑光含十九周 这光 来自于黄小龙的掌眼 在其掌眼 凝聚了锋锐的光芒 这光芒 似乎可以消破一切 又似乎 可以飞斩而出 隔空碎人 那又护法轰向黄小龙的右手 已然是奇奇的被斩断了 鲜血仿佛喷泉一般狂交而出 那滔天骇浪一般的剧痛 袭遍了他全身每一根神经 但是 又护法心头的震撼 更是无法用言语描述 快走 此人 此人已经修炼出真气 摆布神拳 捕风为刀 隔空杀人 我们 我们再多人也不够他杀的 快走 又护法发出惊悚至极的尖叫声 然后原地后退 眨眼间就闪出十几步 来不及了 黄小龙淡然一笑 右手掌刀 轻轻一砍 轰 空气中 一刀淡淡的波纹 凝聚成两米来掌的刀芒 隔空斩向右护法 这刀芒将地面 直接离出几寸深的篝祸 细碎的石子和尘埃 左右飞溅 刀芒如妖龙 将前方所有一切 一扫而空 最终斩到了正惊骇狂奔的右护法 快跑啊 此人是五道大宗师境界 真气护体 隔空杀人 右护法心胆剧烈 一路向厂房紧闭的大门急奔而去 他要赶回去禀报鹰爪门门主 少门主的仇恐怕是报不了啦 对手强大到了整个鹰爪门 都无力去抗衡的地步 对手乃是鼓舞大宗师 修炼出来了真气的妖孽 赫然 在右护法将要冲到大门口的时候 他的身体 扑得一下 左右分裂开来 右边尸身和右边尸身 竟是出奇的对称 便如用出尺子亮过了一般 鲜血混淆着内脏 鲜女散花般洒落一地 与之同时 黄小龙已经抓住了曹的奎 闪身藏匿到了一个集装箱后面 安静 整个厂房 比坟墓还安静 布鲁诺和他的神枪手们 也都停止了射击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填满了滔天的恐惧 他们终于明白 他们今天所面对的敌人 根本就不是人 吃一个恶魔 吃一个疯子 吃一个杀神 吃一个魔鬼 就在这时 曹的奎那惊恐绝望的声音 打破了厂房内的宁静 不 不要 不要这样 不 太可怕了 求求您 您 您给我一个痛快吧 不 不要啊 一声惨叫之后 一切重新归于平静 接下来 便是一种很奇怪的声音 卡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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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 好像是啃骨头的时候 在咀嚼 而再接下来 便是更为奇怪的声音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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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 怎么比喻呢 吸水的声音 厂房里的人 头皮都发麻了 心脏都快爆炸了 集装箱后面 曹德奎的尸体 已然是四分五裂 黄小龙站在他的尸体旁边 刻然 只见一尊绿色衣衫 面容苍白猙獰的阴魂 正捧着曹德奎的头 他张开血盆大嘴 再啃噬 再吸水 曹德奎的脑部 已然是被啃出一个巨大的洞口 绿衣厉鬼 正在贪婪地吸食着他的脑浆 大人 这 这简直太美味了 这声人的脑浆 真是 真是 大人 我 我太饿了 大人 我饿死了 我本来不愿意用这种手段 对付你们这些蝼蚁 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 都是该死之物啊 我本来 可以轻而易举将你们杀死 可 我要让你们体会到 绝望的滋味啊 黄小龙淡淡一笑 出来 给我出来 疯狂地吼叫声响起 这是完全失去了理智的叫声 充满了恐惧和绝望 下一刻 轰一个巨大的集装箱 凭空被一种狂暴的力量拖了起来 然后直接砸向人堆 这是一个高有6米的集装箱 重达18吨 此刻 却是以每分钟超过200码的速度 砸了过来 如此的速度 已然是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 一辆飞驰的大火车 直接撞击 第223章一面倒的屠杀 砰 足足二 三十人 被集装箱砸得飞了起来 然后连同集装箱一起 狠狠砸在厂房的一面墙壁上 碾成碎肉渣渣 砰 一面墙壁都直接坍塌了 厂房里沉烟慢卷 这是一场屠杀 一场一边倒的屠杀 一场毫无人性的屠杀 黄小龙那惊世骇俗的能力 在寻常人眼中 就是超人 黄小龙缓缓地走了出来 宛如从地狱走来的恶魔 快快跑 救命 救命啊 幸存的人 开始朝厂房的大门冲去 他们的内心 已经崩溃了 黄小龙并没有阻拦 节节节节一条绿色的身影 四肢着地 好像一头野兽一般 奔到了厂房大门口 直接抓起跑得最快的两人 也是鹰爪们的两名精锐 不 短促的哀嚎声之后 那两名鹰爪们精锐 已然是被扭断了脖子 绿衣厉鬼直接抓起其中一人 那搭拉的头颅 开始啃势起来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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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吓得心胆剧烈 又撒压子往回跑 只恨爹妈少伸了两条腿 剑鬼 我 我 我的上帝 那 那是什么怪物 布鲁诺握枪是手 已然是在战斗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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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声枪响 子弹精准地射中了绿衣厉鬼 但并没有血花飞溅的场景出现 子弹打在他身上 就好像石沉大海似的 波澜不声 绿衣厉鬼浑弱无事 自顾自地啃视着猎物的大脑 将坚硬地颅骨咬碎 贪婪吸吮着里面新鲜的脑浆 不知道他是什么 黄小龙嘴角 有着恶魔的微笑 他是鬼 嗯 一只恶死鬼 见鬼 真是见鬼了 布鲁诺那一项沉稳干燥的手掌中 全部是冷汗 他尖叫道 两个人一组 被靠背 射击 插了他 厂房内的枪手 两人一组 被靠背 集中火力 又一波枪铃弹雨 朝黄小龙席卷而来 黄小龙脚下踩着奇异的步伐 先停信步地在厂房内游走着 谭笑风声地躲避着子弹 他随手抓住一名惊恐的鹰爪门精锐 然后朝不远处的两名枪手砸了过去 砰 砰 砰 在半空中 那鹰爪门的精锐 就已经被射成筛子了 但他的尸体 就好像暗器一般 精准地砸中了那两名被靠背的枪手 扑 两名枪手被砸成了肉酱 黄小龙就好像找到了一个新的游戏 他的词不比 他信守年来地抓住厂房内幸存的生命 然后投掷向远程攻击的枪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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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墨等枪手不停地扣动着扳机 他们的射击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般的动作 一种宣泄心中恐惧的方式 换谈家的声音此起彼伏 五分钟之后 枪声就好像停雨般消失了 厂房门布满了尸体 宛如人间地狱 活下来的就只有站在航车上 双脚发抖的布鲁墨 不过他的子弹已经打完了 所谓的枪手拥兵团 已然是遭到了团灭 今天是毁灭日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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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衣利鬼 仍然在不停啃视吸吻着地下 每一具尸体的头盖骨和脑浆 他是饿死鬼 永远也不会有吃饱的一天 我说你可以下来了 黄小龙非常绅士地抬头 看向了行车上的布鲁墨 请 是 是 孙静的恶魔先生 我 无意冒犯 布鲁墨将手中的枪扔掉了 高高举起双手 做投降状 慢慢地顺着行车的梯子 爬了下来 请过来 黄小龙人处无害地笑道 恶魔先生 请 请听我解释 我 我是布鲁墨 我 我收到了高家的钱 一亿三千万欧元 我 我负责干活儿 不过 我 我搞砸了 我发誓 任何佣兵团 都 都干不了这活儿 布鲁墨一边朝黄小龙走来 一边用那别角的汉语 絮絮叨叨地解释着 哪怕是全球汉匪榜 排名第一的疯子 也 也绝对不是恶魔先生您的对手 布鲁墨距离黄小龙 还有五米远 恶魔先生 我 我愿意 成为您的信徒 只要您不杀我 我 我愿意为您奉献出一切 包括灵魂 黄小龙玩味地看着布鲁墨 是吗 灵魂也要献给我吗 那 好吧 你的灵魂 我要了 呵呵呵呵 两人 距离还有一米 赫然 在布鲁墨的眼中爆闪出一抹猙獰的光芒 就仿佛一个等待猎物多时的老猎人 看到了猎物掉落到他精心布置的陷阱 去死吧 贝莱 亲爱的 我马上就要送这个恶魔 下地狱了 布鲁墨闪电般地从不知道什么地方 取出一把很小的手枪 可称为妮妮手枪 这把手枪是布鲁墨最得意的作品 里面只有一颗子弹 但射速极快 也是他最后保命的绝招 他和黄小龙的距离 仅仅只有一米 在这么短的距离 用射速极快的手枪 发射出死神一般的子弹 没有人可以躲得过去 砰 枪响的一瞬间 布鲁墨的脸上 布满了争吟和报复的笑容 很快 这抹笑容 就变成了戏虐 仿佛是在嘲笑黄小龙 最终还是死在了他的手中 恶魔又怎样 一样要死 可变光火石之间 黄小龙并没有躲避 他直接伸手一抓 确实将布鲁墨射过来的子弹 抓在了手中 黄小龙的手掌 阴晕着淡淡的真气波纹 而布鲁墨用一种诡异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黄小龙一松手 手中子弹 跌落在地 放 放过我 布鲁墨身影道 李明知道不可能的 黄小龙礼貌地笑了笑 再见 他抓住了布鲁墨的脖子 提了起来 向下一砸 砰 布鲁墨头下脚上 他的头部 已然是隐声声地陷入到了地面 呼 好了 黄小龙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然后朝铁笼子里的舅舅走去 这个时候 黄小龙眼睛里的嗜血 疯狂 冷漠 尽数地消除 取而代之的 是关心 是质朴 是和往常一样的平凡 就好像 在这个厂房里 疯狂肆虐杀戮的魔鬼 并不是他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 恶魔的面具 已然是摘除了 舅舅 你别怕 黄小龙走到铁笼边 轻轻蹲下 我 我会让你好起来的 黄小龙将铁笼子的钢条随意掰开 然后小心翼翼把舅舅抱了出来 舅舅全身骨骼已碎 心跳和脉搏都极为微弱 仅仅还吊着一口气没落 已然是到了游镜灯窟的阶段 黄小龙背着舅舅 朝厂房大门口走去 对绿衣厉鬼吩咐道 将这些人的魂体都吞了 对了 搜集他们生前的记忆 我需要与高家有关的所有情报 杰杰杰杰 是 遵命 大人 绿衣厉鬼 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锐笑声 高家 黄小龙喃喃自语 这个家族 应该 在滨海除名了 大人 这里的尸体 全部处理掉吗 绿衣厉鬼恭敬道 不用 尸体都留下 黄小龙灿然一笑 这些尸体 是一个警告 也是 我给高家的一张 通往地狱的情帖 第224张一网打进 时间已经是凌晨 黄小龙背着舅舅 找到了自己那辆停在路边的比亚迪F3 然后开着车回到荔枝区花湖街 回家 黄小龙不在家住的时候 苏小曼也不会过来 他直接住在店里 只是每天会过来帮黄小龙打扫房间 哎 舅舅 你可真是成啊 黄小龙把舅舅背回家 按亮电灯 把舅舅平放在地板上 灯光下 只见舅舅脸色苍白如指 呼吸微弱 己不可闻 哎 舅舅 这次呢 是让你受苦了 不过你放心 你会彻底忘记这次痛苦的回忆 你啊 以后就别出去打工了 大不了外甥我挣钱给你花拜 黄小龙看着舅舅自言自语的道 全集 盘膝坐在舅舅身前 舅舅 你全身骨头都被捏碎了 不过你放心 我很快就给你接上 还有啊 我会帮你报仇的啦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 双手伸出 顷刻间 在黄小龙的掌心 便是阴晕起来了一层层绚烂发光的武器 这乃是无比凝联的真气 治疗舅舅的方法很简单 先用真气 替他将全身破碎的骨头修复 要把舅舅全身碎得像玻璃扎式的骨头尽数修复 这得耗费不少真气 如果不是亲舅舅 黄小龙才舍不得呢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一只手摁在舅舅额头之上 另一只手 确实摁在他小腹丹田位置 无比精纯的真气 如涓涓流水一般 渗入舅舅体内 灵蛇般游走起来 卡卡卡 真气所过之处 碎裂的骨渣 蹦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 而后开始粘合 体内的淤血 也是被真气冲刷成虚无 柳区的经脉被矫正 舅舅的身体 开始轻微筋卵起来 那近乎畸形的四肢 逐渐地拉伸 恢复了正常 半个小时后 舅舅的身体 竟然像是回炉重造一般 恢复旧观 其苍白无血色的脸容 亦是变得红润有光泽 这一波真气疗伤 不但让得舅舅断骨重生 而且 因为真气的滋养 他的身体状态 也是稳稳当当提升了 几个档次 从此之后 几乎可以说百病不生 或成格百岁老人 也不成问题 哎 有点累 妈蛋 就好像做了一台外科手术一样 黄小龙站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然后将舅舅抱起来 让他睡在沙发上 好吗 舅舅都打起憨来 接下来 黄小龙从帆布包包中 挑出一张符传 贴在舅舅额头上 这是一张诗一符 作用就是抹出一段记忆 大概十天半月的记忆 黄小龙是不想让舅舅以后 一想起这件事 就好像做噩梦一般恐怖 而且 他全身骨骼被寸寸捏爆 那等酷刑 每回忆一次 恐怕都会让他不寒而栗的 该忘记的就忘记吧 做一个没心没肺 无忧无虑的人多好 黄小龙默念了一段咒语 贴在舅舅前额的诗一符 立刻自然 很快化为灰烬 一道炫目的光芒 从燃尽的符传中爆发出来 包裹着舅舅的脑部 请客间 这些光芒便是如海纳百川 尽数涌入到了舅舅的脑部 啊 呵呵呵 大妹子 五百块钱差不多了 又不是包夜 快餐你想赚多少 大哥我没坑你 呵呵呵呵 舅舅翻了个身 竟然说了句梦话 然后又继续打憨 呃 舅舅说的梦话咋这么猥琐 黄小龙有些无语 快餐是啥 包夜是啥 唉 我不懂耶 大功告成 黄小龙今晚上算是出了点汗水 便是直接去洗了个澡 洗完澡 回到卧室 把门关上 大人 窗外 阴风一卷 之前黄小龙留在厂房里的绿衣厉鬼 直接从外面飘了进来 贵服在黄小龙脚下 我让你搜索关于高家的情报 你说说吧 黄小龙坐在床上 用毛巾擦拭着头发 绿衣厉鬼叙叨叨的诉说了起来 其实也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情报 无非 就是阴爪们的门主 亲自率领左右护法 以及门中精锐 千里迢迢 赶到了滨海 要替那公孙先生报仇 另外 高老爷子 联系上了全球汉匪榜上的一些狠人 只在灭杀黄小龙 这些情报 对于黄小龙来说 可有可无 无论是阴爪们 还是什么全球汉匪榜上的人物 对于黄小龙来说 都是楼椅 倒是有一点引起黄小龙的注意 半个月之后 是高老爷子八十大寿 届时 高老爷子将广腰海内外至亲好友 以及高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族人 席聚一堂 为高老爷子庆生 这也是轰动滨海的一件大事 高老爷子 高家当代化世人 德高望重 八十之灵 身子骨却还硬朗得很 颇有先锋到骨之姿 掌控高家全局 事无巨细 他的八十大寿 必然是风风光光的 黄小龙的眼珠子 咕噜噜的转动了起来 大人 那高家竟然冒犯您 这可是灭族的大罪啊 不如 让我们动手 令高家满门鸡犬不留 大人 我 我好饿 太饿了 绿衣厉鬼流着恶心的口水 主动请应道 等等 灭高家 是迟早的事 黄小龙眼睛忽然一亮 不过就这么灭了 也太不好玩了吧 高老爷子八十大寿 啊 如果把喜事 变成丧事 会不会很好玩呢 而喜事变丧事 大人 您 您可真是残忍啊 绿衣厉鬼阴策策的笑了起来 对于高家来说 那一定是别开生面的寿宴啊 大人您的身份 何等尊贵 亲自去给高老爷子送花圈 节节 这简直就是高家祖祖辈辈的荣幸啊 我不是残忍 只不过是帮助社会 消灭一些渣子而已 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干净 黄小龙的表情很是无辜 他取出阴魂筒 打开盖子 把绿衣厉鬼收了 好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半个月之后 我去参加高老爷子的八十寿宴 对对对 送个花圈给他 喜事变丧事 多么有趣的创意啊 黄小龙眼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到时候 高家国内外族人齐聚一堂 黄小龙准备来一个 一网打尽 第225章 梦瑶 黄小龙并没有马上睡去 这次 高家居然向我舅舅动手 想要以此要挟我 真够狠的 我老家那边 布置了一些正法 我爸妈他们都随身带着我 亲手画的符传 因此 我倒是不太担心高家的人 去我老家找麻烦 不过 黄小龙想到了和自己有关的人 譬如大老婆宋宇如 还有崔飞烟 苏小曼等人 高家若是对他们动手 倒是个麻烦事儿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黄小龙可不想再 让与自己有关的人 蒙受舅舅这等苦难痛楚了 特别是自己很喜欢的女人 必须要防患于未然 心念一动 打开阴魂筒 一道紫色旋风 呼啸而出 下一刻 那子一厉鬼 也就是唐朝的女鬼 出现在了卧室中 对着黄小龙盈盈拜下 行跪礼 且身给大人请安了 她着实不像是鬼 与真人无异 她是那么的活色生香 那么的惊艳动人 只见她身穿淡紫罗衣 井中挂着一串明珠 脸色白嫩无比 犹如奶油一般 似乎要滴出水来 双目流动 秀眉鲜长 她化身轻柔婉转 神态娇媚 加之名谋好齿 肤色白逆 时是个出色的美人 不过 别看她那么的楚楚可怜 她可是厉鬼中 最强大的紫衣鬼 仅仅比鬼王弱了一档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黄小龙随意问道 窃身梦遥 紫衣鬼的声音甜如尽蜜 哦 没想到 你居然是一只情鬼 黄小龙略为有些诧异地 看着紫衣鬼梦遥 这个世界上 鬼的种类 五花八门 有吊死鬼 饿死鬼 烧死鬼 水鬼 人间三十六道鬼 各不相同 而其中有一种鬼 最为奇特 便是情鬼要成为情鬼 条件是极为苛刻的 可以说 情鬼在时间三十六道鬼中 是最难形成的 要成情鬼 先决条件 必须生前是个美女 极品美女 应该群方的超级大美女 其次 还不能够和男人发生关系 必须是处子 甚至于 和男人恋爱都不行 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 就特麻的像白莲花一样 干净的像是一张白纸一般 另外 要成为情鬼 还不能够是意外死亡 必须是的自然死亡才行 如此的女子 在死亡之后 心中有缺憾 毕竟常这么美 连恋爱都没谈过 此时在精神和肉体上 都是完毕 如此 心里就有怨气 恋战阳间不去 生生世世轮回 想要找一个心爱的男人 完成恋爱 在聊斋之意中 就有许多关于情鬼的描述 情鬼最爱慕有才华的书生 没有找到心头所爱的男子 恶却夙怨呢 让他们魂飞魄散 勇士不得超声 哟 我看你怨念还挺深的 黄小龙哑然失笑 玄疾正色道 好了 现在我有一件事要你帮我办 如果你办好了 我可以给你一次重塑肉身机会 不必去投胎转世 便可以重新做人的机会 而且 你重新做人 记忆不会磨灭 一身道横不会消弭 连样貌都不会有丝毫改变 依旧是这么美 这么漂亮 重塑肉身 梦瑶激动的全身发颤 旋即 惊喜道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不知道 大人想要窃身去做什么事 请大人吩咐下来 窃身就算是魂飞魄散 也必然遵从 没那么严重 这段时间 你替我保护几个女人 说话间 黄小龙拿出生死簿 查到了崔飞燕和苏小曼等人的农历生辰八字 然后取出几张黄纸 画了符 写上他们的名字和农历生辰八字 黄小龙将写好的符纸交给孟瑶 若 就是这几个女人了 这几张符纸 你拿好了 他们若遭遇到危险 符纸会告诉你 然后会将你顺移传送过去 只要他们在三界六道 五行十方之内 明明重一股法力 就会让你去到他们身边 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人真是法力通天 梦瑶毕恭毕敬地接过符纸 大人请放心 在滨海 切身可保几位夫人的安全 无论是人 还是鬼 都伤不了几位夫人一根寒毛 哦 你的意思是说 滨海没有鬼王这种级属的厉鬼 黄小龙好奇道 是的 大人 梦瑶自唐朝以来 便滨留在这里 一直没有见过鬼王 只不过 前些年 来了葛道士 法力极强 与切身猝刺激斗 他想要抓住切身 几次都被切身逃脱 说着 梦瑶那传神动人的秀谋之中 也是闪过一抹心迹之色 有这么厉害的道士 黄小龙欣慰盎然 旋即 脑中灵光一现 梦瑶所说的道士 该不会是那个什么周大师的师父吧 也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 布置歹毒证法的那个 那个道士呢 黄小龙欲发奇道 他已有许多年 没有来过滨海了 梦瑶恨得牙痒痒 大人 那道士本身法力不俗 又有许多徒子徒孙 害得切身在他手中 吃了几次亏 哦哦 明白了 以后你发现那个道士再来滨海 立刻告诉我 我得找他玩玩 黄小龙亢奋道 好了 不说了 我要睡觉了 黄小龙打了个哈欠 我困了 梦瑶被齿轻咬 眼波流转 低声道 大人 需要切身陪请吗 啊 你 黄小龙惊愕不已 玄疾连连挥手 算了算了 我可没有那么重口 好了 你去吧 记住 不准害人 保护好我的女人就行 我会替你重塑肉身 让你重新为人的 多谢大人 梦瑶站了起来 化为一道阴风 直接窜出窗外 呵呵呵 这个情鬼倒是挺漂亮的 不过 我的楚 怎么可能迫在一个女鬼身上 虽然她吸不了我的阳气 可是 这也太扯了 嘿嘿 除非她重塑肉身 重新变成人 那就另当别论了 黄小龙神秘兮兮的笑了笑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然后倒头就睡 第226章末期少年穷 第二天一大早 黄小龙还没睡够就被舅舅大嗓门吵醒了 小龙 你小子 舅舅站在卧室门口 大大咧咧的道 我说 我怎么突然回家了 我不是在京城打工吗 这是怎么回事啊 小龙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 小龙 你小子挺有本事啊 屋里的家具摆设 电器啥的 都是你添置的吧 这么有钱 是不是去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啊 小心地告诉你爸妈 听到舅舅唐僧般的念叨 黄小龙直接头大了 不 黄小龙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 揉了揉心松睡眼 舅舅 我还没睡够呢 你叫什么叫啊 今天早上一起床 舅舅气色非常好 红光满面的 哪儿像是昨晚那奄奄一袭 垂死的模样呢 真气疗伤 乃是世界上最好的圣丹神药 不是 小龙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咋忽然到家的 我这脑子 记不起事了 好奇怪 是不是有谁送我回来的 舅舅很是迷惘地用巴掌敲着脑袋 真的记不起来了 就好像是患了失忆症 我明明是在京城打工啊 怎么突然回家了 不 舅舅 我也不知道你是咋回家的 昨天回来的 黄小龙故作一脸惊奇地道 舅舅 你不记得了吗 是你自己走回来的 我自己走回来的 妈的 我是不是撞邪了 舅舅脸色一变 小龙 你不是会抓鬼驱邪麻 赶紧给你舅舅我看看 该不会真特麻撞鬼了吧 过 黄小龙从床上爬了起来 左左右又绕着舅舅转了一圈 舅舅 我看你硬堂发黑 恐怕 恐怕什么 舅舅脸上的肉哆嗦了一下 恐怕是被脏东西盯上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不过别怕 我这里有一张护身符 舅舅你拿好 说着 黄小龙拿出一张准备好的符传 交给舅舅 其实这是一张黄小龙亲手开过光的护身符 让舅舅拿着 可消灾解难 比挡伤害 就好比当初苏小曼遭遇车祸 护身符替他挡了一灾 好好好 这符我要了 舅舅一把抓过符传 真而重之的贴身放好 那啥 小龙 你这个不孝子 昨晚 你怎么让舅舅睡沙发 你倒是舒舒服服的睡床 你大逆不到啊 哦 舅舅 您别说了 您真的别说了得了 以后你都睡床 放心 有时间我会去找新的住处 黄小龙赶紧穿好衣服 往屋外走去 舅舅你最近也别外出打工了 先在家住一段时间吧 我很快会搬出去住的 小兔崽子 这大清早的 你往哪儿跑 赶紧下楼替舅舅买早餐 舅舅高声道 舅舅 我去读书了 早餐你自己买吧 黄小龙逃之夭夭 下了楼 里马 舅舅也是挺烦人的 黄小龙一边走一边念念叨叨 不行了 我真的去找葛住处了 和舅舅住在一起 迟早要疯 有带勾啊 算了 先去学校看看 况且 以后我还要带小曼姐和大老婆 他们回家啪啪 舅舅在 多不方便啊 必须得找葛新住处了 黄小龙随意在街上吃了点早餐 便开着车 去学校上课 走入校园 喜来嚷往的大学生 徜徉在林荫小道上 有书有孝的 大学的气氛 还是很欢快惬意的 没有社会上的浮躁与压力 不少大学生在看到黄小龙这一身土道掉渣的装扮后 都是忍不住露出嘲讽的笑容 看 要不 改天让大老婆陪我去买点衣服 黄小龙暗暗道 其实 若是黄小龙昨晚在慈善拍卖晚宴的时机 被这些大学生知道 恐怕 他们将会是另一张嘴脸吧 昨晚的宴会 黄小龙大出风头 直接镇压了滨海四少 高少胆怯 书少道歉 孙少断腿 林少拜师 可以说 这是轰动整个滨海的大事 在场亲眼目睹的人 不在少数 按理说 如斯震惊滨海之事 早就应该传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可是 就拿滨海大学的学生来说 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一般 看来 高家和孙家的警告 是十分有效的 当晚知道此事的人 都坚口不言 不敢泄露之言片语 否则 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暴富 既然如此 黄小龙也就乐得一身轻松 走进教室 人生嘈杂的教室里 顿时安静下来 许多的同学 都抬起目光 用一种奇怪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虽然昨晚的慈善拍卖晚宴的事情 没传扬开来 但是在食堂里 女神孙伟倒追黄小龙的事情 确实有许多热知晓 尤其是当事人黄小龙和筑婷的这些同班同学 呵呵 黄小龙也没管那么多 静止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你 赫然 当黄小龙在经过筑婷的座位时 筑婷却是直接站了起来 脸色铁青的道 黄小龙同学 的确 你是个很有人脉和能力的人 从一开始 我就低估了你 不过 从今天开始 我会更加发奋努力 你虽然强 但是并没有强到让人无法追赶的地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而 黄小龙用眼角余光瞟了筑婷一眼 傻不傻 还追赶我 再吃一百年干饭也看不到我的背影 说着 黄小龙大摇大摆地坐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宋宇如早就来到了教室 正捧着课本在认真阅读 看到黄小龙过来 他将书放下 撅嘴道 小龙 你现在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啦 听说昨天 昨天孙维都对你表白了 而 作为黄小龙的大老婆呢 在这种时候 宋宇如难免还是很吃醋的 而且她的危机感很强烈 毕竟 她的家世背景 与孙维相比 太不堪一极了 今天的宋宇如 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 将修长的双腿紧紧包裹 勾勒出来了完美的曲线 上身一件简单而肃静的小衬衫 水灵灵的大眼睛仿佛夜幕繁星般 格外的耀眼 黄小龙都看呆了 心想 自己的大老婆真是漂亮啊 越看越美 简直就是国民笑话啊 大老婆 那是孙维一厢情愿而已 黄小龙现在说谎都不带眨眼了 坐下来 笑嘻嘻地看着宋宇如 你才是我的头号老婆啊 第227章未来老丈人被打 且 男人都是花心的 小龙你也是 纵于如催了一口 脸蛋人娇红 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黄小龙随随便便轰他几句 他就开心得不行 乐不可知 心里啥烦恼和埋怨都没有了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数 这还真是对的 大老婆 等会放学了 你陪我去买点新衣服啊 黄小龙笑道 今天我们逛商场 烛光晚餐 看电影 好不好 听说你们城里人都是这么谈恋爱的 哼 我不知道 我没谈过恋爱 宋宇如扑吃一笑 然后看完电影 我们去开房 黄小龙继续说道 打住 打住 坏小龙 原来逛商场 烛光晚餐 看电影 都是扑店 你的最终目的 是要去开房啊 宋宇如假装称怒道 我才不要和你去开房呢 大老婆 你上次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黄小龙一脸委屈 才不呢 除非 你去见我爸妈 如果他们认可你 我就恩 就和你那啥 宋宇如娇羞道 人家可是很传统的乖宝宝 哦 大老婆 你放心吧 老丈人和丈母娘一定会很喜欢我的 黄小龙恬不知耻的道 他们一定会同意你和我去开房的 两人聊着聊着 上课铃声响起 这节课是楚婷婷的 美女老师一进教室就惊艳全场 一件欧傲职业装 身材虎辣至极 腰致纤细如柳 盈盈看卧 面容美丽异常 丹凤眼 柳叶眉 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迷人的风情 楚婷婷站在讲台上 不经意的 目光却是看向了黄小龙 黄小龙大大方方的与楚婷婷对视 楚婷婷似乎是想到了那天晚上 她和黄小龙孤男寡女同处一世的暧昧经历 最后还答应了要陪黄小龙去约会 因此她的娇脸 却是骤然一红 赶紧躲开黄小龙的目光 心跳加速 对了 小龙 你上次不是说 帮楚婷婷老师驱邪 具体是啥情况啊 宋雨如好奇问道 不 小问题啊 黄小龙也不会说太多 人皮娃娃的视耳 太害人听闻了 恐怕会把宋雨如吓坏掉 就在宋雨如准备继续说话的时候 她的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呃 宋雨如从包包里拿出手机 一看 然后神色微微一变 立马接听电话 妈 你打电话给我干嘛啊 我正在上课呢 啊 什么 妈 你 你 你别吓我 你 妈 你慢点说 宋雨如的神情 作然变得苍白如指 眼眶里 迅速凝结出泪水 夺框而出 一边接听电话 宋雨如一边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赫然 她的身体 摇晃了几下 就好像要昏厥过去 黄小龙眼疾手快 也是站了起来 轻轻掺住宋雨如 大老婆 出什么事了 宋雨如同学 你怎么了 讲台上的楚婷婷 也是一脸担心地问道 全班的注意力 都转移到了失态的宋雨如身上 这时 宋雨如挂了电话 挖得一下就大哭了起来 然后本能地抱住黄小龙 梨花带雨地道 小龙 我家里出事人了 今天早上 我爸开出租车 好像是因为什么交通事故 撞了别人的车 然后 然后就被打了 现在人被送到医院 正在抢救 还没脱离危险期 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 哇 小龙 怎么办啊 我爸 我爸在抢救 一听这话 黄小龙是明白了 心头却是一股怒火冲了起来 大老婆的爸 那不就是黄小龙未来的老丈人吗 老丈人被人打进医院了 貌似被打的原因 只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而已 妈蛋 开车 不小心发生点事故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犯得着打人吗 还被打进医院抢救 连危险期都没有脱离 太欺负人了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大老婆 你别哭啊 你难道忘了 我医术很厉害的 快快快 我们立刻去医院 我和你一起去 我去把未来老丈人治好 黄小龙快速说道 大老婆 不准哭了 我告诉你 我连死人都能救活 未来老丈人肯定没事的 而 一听这话 宋宇如立刻止住哭泣 她泪眼婆娑地看着黄小龙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刚才是关心则乱 没想到这茶 现在被黄小龙一说 她立马醒过未来 对于黄小龙的医术 她是有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千的信心 走 小龙 我们一起去医院 宋宇如找到了主心骨 心里也没那么慌了 直接拉着黄小龙的手就朝教室外跑去 美女老师 我们请葛架 在跑出教室之前 黄小龙还不忘回头和楚婷婷打葛招呼 未来老丈人 恰好是在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黄小龙马不停蹄地开着比亚迪F3 火速赶往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士宋宇如的父亲 已经从抢救室里出来了 此刻 只见她面容憔悴 脸色枯黄 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还带着吸氧气 昏迷不醒 从旁边的仪器上看 她的各项生命指标 已经非常低了 整个人就好像风中残烛 随时有可能咽气 在病床边 有一个清秀的妇女 穿着简单朴素 此刻 急得满脸泪水 完全失去了方寸 她 便是宋宇如的母亲 郑主任 您是第一人民医院 最权威的脑科医生 您 您一定要救救我男人啊 宋母用祈求的目光 看着重症监护士里的 一个穿白大褂 戴金边眼镜的三十许岁男子 这男子是第一人民医院 脑外科的权威 主任医师 郑主任 此时 郑主任没有搭理宋母 她正在翻看一本病例表 几分钟之后 才抬头道 情况很不乐观啊 病人的头部遭到顿气击打 造成颅内出血 淤血压迫了神经 从医学角度上讲 大脑是人身上最神秘的一个器官 病人的状况 是必须要尽早做开颅手术的 可是 即便是开颅 也有可能无法顺利清除淤血 手术成功大概率 不足12% 而且 开颅手术的费用 这个 恐怕也不是你们这种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 至少需要50万左右吧 一听这话 宋母简直绝望了 崩溃了 感觉天塌了地心了 第228章戏运被夺 一方面 的确 家里是拿不出那么多钱 宋父是开出租车的 每天起早贪黑 挣点辛苦钱 但多半都花在供养女儿宋宇如上大学的各种费用上了 而宋母也只是在一个普通的乡镇企业打工 关键问题是 宋父是没有缴医疗保险的 况且 就算是能够筹够手术费用 立马开颅 成功的概率也太低了 仅仅12% 郑主任 您 您 您还有其他法子吗 宋母绝望地哭嚎着 好了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尽快去缴手术费吧 越快越好 最好 今晚就安排开颅手术 郑主任有些不太耐烦地说道 现在不是我不想办法 就算你转院 去京城的大医院 甚至去国外的医院 也就只能这样了 就在这时 妈 我爸怎么样了 脸上泪痕未干的宋宇如 拉着黄小龙的手 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 那郑主任的脸色 一下子就变了 冷峻道 你们是谁 这么大大咧咧地跑进来干什么 这里是重症监护室 你们以为 这是你们家啊 不过 当郑主任看到活色生香 国民笑话一般的宋宇如时 眼窝深处却是不由窜出了一抹惊艳的光芒 宇如 你终于来了 你快看 你爸 你爸他 宋母一把拽住宋宇如 哭得让人断肠 妈 您别急 这 这是小龙 他医术很厉害的 他能治好爸爸的 宋宇如倒是安慰起来宋母来 听闻此言 纳政主任 嘴角却是浮现出来一抹疾疯的笑意 淡漠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你妈 你这身穿着打扮 你是谁 医术很厉害 嘖嘖 看起来 这个极品美女 是请你过来治病的 我乐葛去 就你这穷酸模样 你还会治病了 你还会做开颅手术了 你咋不上天 当初 黄小龙在第一人民医院 吊打一切 威风八面的时候 这个政主任恰好去国外出差了 因此 他是不认识黄小龙的 小龙 宋母擦着眼泪 看着黄小龙 未来丈母娘 不 不 阿姨 您别哭了 让我看看叔叔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走到病床前 观察了起来 看着看着 黄小龙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人 先不说宋父现在的伤情 黄小龙发现 宋父的脸上 布满了晦气 所谓的晦气 就是倒霉的意思 气运气运 通过忘气 是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运劲好坏的 显然 宋父的运气是极差的 所以才会有这一场灾祸 还有 宋父的眉宇间 还缠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黑气 在黄小龙看来 这就是明显被厉鬼缠身的状况了 未来老丈人运势太差了 又被被脏东西盯上了 所以就算这次我把他给治好了 他也一定会再倒霉 天灾人祸 啥都有可能遇上 黄小龙还发现 宋父赫然是因为倒霉透顶 这才被脏东西盯上的 而非脏东西令他倒霉 世间有十种人 是极为容易招鬼 容易被脏东西盯上的 第一种是贫穷又有病的人 第二种是损应得的人 第三种是平时伤天害理为非作歹 导致心虚 怕遭报应 心里本来就有鬼的人 第四种是对鬼神不敬 公然藐视或语出不敬的人 第五种是荒淫无度 好色如命的人 这种人容易招女鬼 被女鬼吸扬气和精气神 第六种是酗酒吸毒的人 这一类人养火酸弱 第七种是在殡仪馆 或医院太平间工作的人 第八种是奇装异服 行为另类者 例如大晚上的穿一身红衣红裤出门走夜路 这样的装扮容易被恶鬼误认为是写实 还有晚上在外面偏僻没人的地方装逼吹口哨 也容易招鬼 第九种是不孝敬父母的人 第十种人 就是运势非常差 喝水都塞牙缝的人 显然 未来老丈人就属于第十种人 可是 奇怪就奇怪在 他额原发润 财博公和关禄公虽然一般般 但看面相绝对不应该是倒霉的人 不说这辈子大富大贵 但至少可以平平淡淡地过完一生 更何况 未来老丈人的极恶公比较丰润 这说明他的身体应该是很健康的 也会很长寿 那他为什么会倒霉 脸上为什么会密布晦气呢 通过仔细观察 黄小龙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未来老丈人倒霉 那是因为 有人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把他的运势给强行掠夺了 哦呦 未来老丈人 似乎是得罪了什么高人啊 嘿嘿嘿 有意思 可惜了 有我在 那的掠夺未来老丈人运势的存在 可要倒霉了 黄小龙心头唯唯一笑 看到黄小龙不语 似乎是在思索 那郑主任 更是冷恒一声 忍不住嘲笑道 装模作样的 全集 直接对宋母说道 来 病人家属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对你讲 说着 郑主任颇有深意地看了宋宇如一眼 好好 郑主任 您有什么话 直说吧 宋母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随郑主任走出重症监护室 小龙 我爸的伤 你 你能治吗 宋宇如一把拉住黄小龙 渲染欲涕 小龙 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啊 你不是说 我爸是你未来的老丈人吗 小龙 你要想想办法啊 现在 我 我就指望你了 黄小龙回过神来 笑着抱了抱宋宇如 以时安慰 大老婆 你放心吧 未来老丈人的伤势 在我看来 根本就一点也不严重 我能治的 而黄小龙心中确实道 伤势不严重 但气韵被掠夺了 智商只是治标 不是治本 治本的话 首先要逆转未来老丈人的气韵 然后把掠夺他气韵罪魁祸首找出来 小龙 你说的是真话 不是安慰我的 你真能治好我爸 纵与如眼泪汪汪的看着黄小龙 恩 能治 我马上就动手 黄小龙把袖子撸起来了 第229章滚出去 未来老丈人的气韵 到底是咋回事儿 被谁掠夺了 或者另有隐情 这个 必须要先将他救醒了 再问葛究竟 于是 黄小龙准备动手 医治未来老丈人了 不过 小龙 你是在这儿给我爸治 还是换个地方 这里是医院 我怕那些医生阻止你 宋宇如有些顾虑 这个不用怕 反正我认识这个医院的院长 我已经发了微信给他 他会直接过来的 他不敢对我指手画脚的 而且 未来老丈人这次抢救的所有费用 都会免除 黄小龙笑道 黄小龙笑道 重症监护室外 阿姨 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叔叔现在的情况 真是命悬一线了 那郑主任的语气 却也是透着几分热切 也是改口将送母称呼为阿姨 并称送父为叔叔 必须要立刻做开颅手术 可是 可是 郑主任 我 我们家的情况 说实话 还是比较贫寒的 几十万的手术费 要凑的话 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你放心 我和闺女就算砸锅卖铁 也会把手术费给凑齐 宋母一边哭一边说道 要不 郑主任 先做手术 钱 欠着医院 做完手术 我们慢慢还 你放心 我们一家人的良心都不坏 欠下的债 一定会还上的 这个 郑主任面露为难之色 阿姨 我理解你们的窘境 可是 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 手术费必须先缴 你看这样行不 手术费 我先给你们垫上 而且 这台手术 我亲自给叔叔做 我会竭尽全力 恩 宋母有些狐疑地看着郑主任 虽然她是个朴实的妇女 但社会上的弯弯绕绕 她是知道的 你说这郑主任 和咱非亲非故的 好几十万的手术费 她凭什么帮忙垫付 她图个什么 呵呵呵 阿姨 是这样的 我看 我看你家闺女 小宋 人很不错 是这样的 我呢 目前是单身 刚才我一见你家闺女 我 我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郑主任终于露出狐狸尾巴 阿姨 这样我们私下签一个协议 你同意小宋和我去民政局扯结婚证 我就二话不说 现在把手术费替你们掏了 这德郑主任 三十来岁 离过两次婚 更不知道谈过对少女朋友 她一直在寻找着所谓的真爱 钱 她不缺 至少在滨海 以她的职业 她的收入来说 已经是精灵一足了 她缺的是那种让她一眼看上去就怦然心动 并且带出去贝儿有面子的女人 无疑 宋宇如算是满足了她的一切要求 单纯 漂亮 气质干净 文净 叫花女神范儿十足 郑主任在网上看过什么全国十大最美笑话 说实话 如果宋宇如去评选的话 也绝必能够入围的 她想得到宋宇如 直接扯正 大不了 以后没感觉了 再离就是了 反正又不是没离过 郑主任 你 你这 本来 宋母感觉这个郑主任还不错 毕竟现代社会 医生和律师等职业 都属于高收入群体 从事这种职业 本身就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尊敬 况且 郑主任也才三十来岁 就做到了第一人民医院这种三级甲等医院的主任医师 说明这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 可是 她居然趁人之围 落井下石 这让宋母瞬间就将其视为一个人面兽新的畜生 郑主任 你太过分了 手术费 我会去凑的 你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不要再提了 宋母愤然回到了重症监护室 哼 那郑主任的脸色顿时有些阴厉 一丝丝利气浮现在了她的脸颊之上 给脸不要脸 我愿意娶你女儿 已经是于尊将贵了 居然不知道好歹 穷人就是穷人 目光短浅 活该穷一辈子 人要死了都没钱医治 说着 郑主任也是冷笑着回到重症监护室 郑主任一进去 就看到宋宇如拉着黄小龙的手 神情甚是亲密 她被宋母拒绝后 心里本来就有气 这时看到黄小龙和宋宇如那亲热继耳 心头更善是厌恶烦躁 不火狂烧 妈 让小龙试试 小龙的医术是很厉害的 宋宇如对一脸颓丧的母亲说道 你是谁 你想干嘛 郑主任对黄小龙喝道 听到这个郑主任的语气 极为不善 黄小龙也不屑于去搭理他 而是笑着对宋母说道 阿姨 你真的不用担心 其实叔叔的病情 只不过是一个小问题而已 不用开刀 不用做什么开颅手术的 啊 宋母呆了一下 小龙 你说 不用 不用开颅 对 现在我马上给叔叔治病 黄小龙笑道 我在和你说说话 你耳朵聋了 看到黄小龙直接无视自己 郑主任简直就是老羞成怒 声音拔刀八度 都在吼了 滚出去 什么都不懂 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说你这个人烦不烦 这时 黄小龙也是有些忍无可忍了 你让我滚出去 你以为你是谁 就算是你们院长过来 也不敢冲我大喊大叫的 我看 该滚出去的是你 好了 你现在滚出去吧 我要给叔叔治伤了 什么 你这个神经病 你居然让我滚 郑主任气得蹊跷声烟 这里是医院 我是这位病人的主治医生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 连院长都不敢对你大喊大叫的 你以为你是谁 就在这个时候 小郑 他说的没错 我的确不敢在他前面大喊大叫的 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神色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瞪了郑主任一眼 小郑 你这什么态度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卡 郑主任脸上的表情僵硬了 他也不是傻子 院长这个人 他很清楚 就特麻是个标准的势力也 贤贫爱富 一般人是看不上的 能够让院长客客气气的人 那绝对都是滚海上流社交圈子里的顶级人物 而如今院长一进来 看着黄小龙的表情 甚至都有些阿余了 第230章就醒 请客间 郑主任的冷汗都下来了 聂如道 不是 院长 您知道他刚才在说什么吗 他居然说 这病人的颅内出血是小问题 他这就是在挑衅咱们第一人民医院 在质疑我啊 这种行为 非常的恶劣 毕竟在第一人民医院脑科这的领域 我终归算是个权威 他说是小问题 就是小问题 院长的脸色 极为的不好看 差点就一个耳光把郑主任都抽出去了 你嘛 你不知道这位小祖宗的背景 你连他都感得罪 且先不说黄小龙那一身神呼奇迹的医术和抓鬼本领 就昨天晚上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是亲眼看到黄小龙收拾滨海四少林家和高家直接服软认怂 滨海四大家族都拿他没办法 这种人也是你一个主任医师能得罪的 就算是我这个院长得罪了他 也是分分钟下课的事儿啊 你别把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给坑了 院长越想越来戏 终于爆发了 妈的滚出去 你是笼子吗 小龙神医让你滚 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他质疑你 你有什么资格让他质疑的 好了我们第一人民医院 不需要你这种医生 马上去财务事办理离职手续 给我滚 郑主任傻了 呆了 蒙逼了 最后院长是连推带嗓 直接将郑主任给撵了出去 完了院长屁颠屁颠地跑到黄小龙跟前 小龙神医 抱歉 我来迟了 好了 不用废话了 我现在要给叔叔治伤病了 黄小龙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然后随口对宋母问道 阿姨 叔叔这伤具体是咋回事儿啊 宋母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这小伙子牛逼啊 郑主任那么优秀的一个人 就因为得罪了他 居然被院长被开除了 而且 看这个院长的表情 就跟一个奴才似的 不知道羽如在哪儿认识的这种人 宋母心里嘀咕着 不过麻 对于黄小龙的信心 顿时成倍数增长 小龙 是这样的 羽如他爸是开出租车的 今天早上 他在一个十字路口 有一辆保时捷闯红灯 把他爸的车给撞了 他爸下车理论 就被打了 钢管打的 当场就倒地下 昏死过去了 一边说 宋母一边流眼泪 哦 报警了吗 黄小龙嘴角微微一动 心头掠过一抹利器 报了 宋母哭道 不过肇事者和警方 目前都还没有露面 这样啊 那行 我先把叔叔治好了再说 黄小龙笑了笑 下一秒 黄小龙动了 只见他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了十几枚银针 并以眼花缭乱的速度 瞬间扎入宋父的脑部和面部一些血位中 随着银针的刺入 一丝丝代表了生机的真气 也会被灌入到了宋父的脑部 病房里 宋宇如 宋母 包括院长 都紧张兮兮地看着宋父 眼珠子都不带眨一下的 下一刻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从宋父的眼耳口鼻中 竟是渗出了不少黑色血液 这些飞血 几乎都凝结成块状了 看起来十分肮脏 散发着一股子恶臭味 黄小龙笑了笑 从柜子上拿起一包纸巾 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宋父脸上的黑血 小龙 我爸 我爸怎么蹊跷流血了 宋宇如在一旁下地打哆嗦 宋母又低声隐气起来 就在这时 滴滴滴 滴滴滴滴滴滴 并床旁的仪器上显示 宋父亲的各项生命指标 陡然开始上升 好了 黄小龙将渣在宋父头脸血胃中的银针拔了出来 大老婆 阿姨 叔叔的伤好了 刚才从叔叔的眼耳口鼻中 渗出来的黑色血块 其实就是他颅内的淤血 我用针灸之术 将这些淤血排了出来 然后让叔叔脑部的血管扩张 被压迫的神经也得到了解放 我的妈呀 院长在一旁猛拍了一下大腿 颅内大出血 血管神经被压迫 居然扎几针就把病人救活了 华佗在世 便却重生 无外如是啊 小龙神医 你可真是当得起神医二字啊 厉害 着实厉害 院长这一通拍马屁 倒不是违心的奉承 而是肺腑之言 几分钟之后 哎哟 小兔崽子们 用钢管敲我的头 看我不收拾你们 宋父突然从病床上 一个翻身爬了起来 顺手就把吸氧气给拔掉了 只见 此刻的她 面色苍白中也是透出一丝丝红润 说话中气倒也充沛 上体 也算是好了个七七八八了 你 你可醒了 吓死我们母女俩了 祖母如释重负 欢天喜地地冲上去握住她男人的双手 激动地大哭了起来 大老婆 我就说叔叔没事儿麻 你还不停地哭 黄小龙咧嘴一笑 等会你和阿姨去给叔叔办出院手续吧 回家喝点补脑的汤就好了 小龙 你 我 宋语如语无伦次 下一刻 竟是情不自禁地伸出玉壁 勾住黄小龙的脖子 然后主动在黄小龙脸上 巴唧轻了一下 宋父和宋母 恰好看到这一幕眼睛都有些发呆 呀 宋语如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逃到一边 连耳根都羞红了 可可 那啥 语如 你老爸我现在没事儿了 是这个小伙子治好你爸我的病 好 好 闺女有眼光 那啥 闺女 我饿了 给我弄碗面条吃吧 宋父仔仔细细地打亮着黄小龙 一听老爸醒来就想吃面条 宋母和宋语如都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原本紧张揪心的气氛 变成了温馨大团圆场面 小龙 我爸现在能吃面条吗 宋语如对黄小龙问道 没问题啊 啥都可以吃 淤血已经清除干净了 叔叔休息几天就完全没问题了 黄小龙笑道 那我给我爸叫个外卖 宋语如含情默默地看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就拿出手机叫了一份美团外卖 哎 现在是好了 但这事儿想起来就生气 气死我了 宋父怒气冲冲地道 不就是开豪车吗 一辆保时捷 明明是他的权责 撞了我的车 结果一下来 稍微理论几句 就从后背乡拿钢管砸我 是太可恶了 黄小龙也呲牙咧嘴的 这年头 妈的 老实人就是吃亏 今天要不是黄小龙在 未来老丈人估摸着旧的死在医院里 留下一对孤女寡女 这个家庭就彻底毁了 第231章去大老婆家 直到现在 肇事者都没来医院处理 交警部门也没人过来 我看啊 开保时捷的人 背后能量还挺大的 不过叔叔你别急 我迟早帮你讨回公道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哎 小龙 既然你叔叔人没事儿 这这件事儿 干脆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咱们普通人 哪里惹得起什么权贵啊 宋母却弱得道 她听黄小龙说要讨回公道 还以为黄小龙是说的客套话 宋宇如确实拉住宋母的衣袖 逼声道 妈 这事儿你别管 就让小龙处理吧 小龙很厉害的 说到这里 宋宇如也是有些自豪 她相信黄小龙能够完美地处理这件事 并且让肇事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上次把曹欢家的狗厂都拆了 曹欢成了阉人 结果黄小龙屁事而没有 这足以说明 黄小龙是很有手段的人 恩恩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不过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 黄小龙看着宋父那张布满了晦气的脸 对了 叔叔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得罪人 宋父就没思考了半分钟 没啊 小伙子 你是不知道 我这个人 出了名的仗义 从来不得罪人 也没人记恨我 那啥 今天这车祸 倒是把人得罪了 不过 那是他们欺人太甚 小伙子 你问我这个干嘛 叔叔 你没得罪人啊 那你最近是不是挺倒霉的 黄小龙又问道 你怎么知道 宋父恶然 然后大大咧咧的道 对对对 最近太倒霉了 打麻将 输钱 开出租拉活儿 老是遇到喝醉的 土的满车都是恶心的东西 害得我还得花钱去洗车 前段时间 晚上开夜班 还遇到一个迟到抢劫的 幸好我提前就发觉不对劲人 把车开到公安局附近 还悄悄打了110 还有就是上个月脚威了 泄了一个星期没上班 对了 多少年没感冒了 前段时间就是零了点雨 结果感冒 发烧 吃药不管用 到医院住院输医 宋父唠唠叨叨了好一回儿 全部都是倒霉糟心的视野 还真别说 你这么一讲啊 最近倒霉的视野 真的挺多的 宋母也是一脸娇愁 那啥 老宋 不光是你 就这半年里 咱们村倒霉的人可也不少 宋大葵 你发小的儿子 你知道吧 好好的一个小伙子 身体那么好 上个月突然检查出来 肝癌晚期 这是一丁点征兆都没有的 五一家房子烧起来了 三更半夜的 幸亏家里人赶巧去市区 亲戚家住了几天 要不然 还不被活活烧死 还有隔壁张寡妇家 居然遇到了入室抢劫 经营首饰和存折都被抢了 人也被糟蹋了 现在人都活活地疯掉了 宋母说出一大堆倒霉透顶的视耳 看来 倒霉的不仅仅只是宋父一个人 赫然便是他家所在的村里 人人都很倒霉似的 不是吧 难不成 大老婆住的地方 风水出了问题 导致全村人的气韵都受到了影响 一个个全都变成了扫把星 黄小龙心头又是狐疑 又是好奇 人走霉运 无非就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天命 一个是风水 另一个则是人为 既然是全村人都倒霉 那么风水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 也不排除人为 另外 宋父除了满脸晦气之外 还有阴气缠绕 说明 村里估摸着也有阴魂作祟 除数 你最近倒霉事儿是挺多的 黄小龙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张符传 交给宋父 这里有一张符 你随身带着吧 可以让你转运 不 符传 宋父呆了一下 但也没拒绝 顺手接了过来 黄小龙给宋父的 是一张五行催运符 是一种可以改变人运时的符传 譬如 带着五行催运符去打牌赌博啥的 一般运气都会比较好 赢钱的概率大 果不其然 宋父把符传揣进贴身口袋之后 他脸上的晦气 竟是消退了不少 黄小龙侧头看了看宋母 他脸上也有横七竖八的晦气 虽然没有宋父那么严重 但也是倒霉之人 阿姨 你最近也老是走霉运吧 那可不是最倒霉的就是 上个月取了钱 想买个双开门冰箱 结果刚下车 就发现钱包不见了 小偷真是可恶啊 一提起这事儿 宋母就恨得牙痒痒 那好 阿姨 你也送一张符赚给你 黄小龙笑了笑 又取出一张五行催运符 递给宋母 小龙 你咋不给我一张呢 宋宇如嘀嘀咕咕的道 大老婆 你最近不是春风得意吗 你又没倒霉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说道 再说你不是住校吗 你又没回家里住 你在学校是不会倒霉的 学校风水好 谁说我不倒霉 我可倒霉了 我认识你 就是最倒霉的事 宋宇如温婉一笑 心头却是在说着反话 我认识你 是生命中 最幸运 最开心 也是最幸福的事 大老婆 要不 离清几天假 我陪你回家 黄小龙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了几下 我怕叔叔有后遗症 所以准备跟在叔叔身边 观察几天 再说 我也想去你家玩几天啊 黄小龙是准备 去宋宇如住的地方 好好看个究竟 到底是什么在作祟 竟然惊吞了全村人的气韵 黄小龙也没告诉大老婆宋宇如一家 未来老丈人被脏东西盯上了 这种事儿说出来 恐怕又会惹来一阵惊吓 总而言之 一切的事情 都等到去了大老婆家里再说 宋宇如也觉着黄小龙的话有道理 当下点头道 行啊 小龙 这几天我们就请假 不去上课了 我带你去我家娃儿 说着 宋宇如交脸飞红 心想 自己这就把一个男人带回家了 这关系 真的发展得太快太快了 不过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 呃 鸳鸯蝴蝶命 难道真的是天命 天生一对 第232章给你两个选择 宋宇如的表情神态 被宋父宋母看在眼里 他们又听到黄小龙叫自己归内大老婆 心里自然是清楚两人的关系了 只不过呢 这一对父母 性格含蓄一些 不像武姗姗的父母那么粗犷 他们也不当面说破 行啊 小龙 你艺术这么神奇 走走走 去咱家 万一你叔叔还有啥问题 后遗症之类的 还得仰仗你呢 宋母欢天喜地地点头道 自己的女儿找了这么一个医术通神的男朋友 她和宋父 打心眼里高兴 接下来 宋母忙着去给宋父办理住院手续 宋宇如打电话去学校请了一个新奇的假 一切弄妥 时间已经是中午一点左右 四人就在医院附近的一个快餐店 随意吃顿午饭 刚刚吃几口饭 宋母就接到一个电话 她赶紧跑到店外接听 几分钟后 其其爱爱地走了回来 脸上浮现出一种忧心忡忡的表情 看样子 这个电话 直接把宋母的好心情给弄没了 妈 谁打的电话 宋宇如一脸关心的味道 唉 肇事者终于联系我了 宋母叹了口气 啊 阿姨 他们怎么说啊 公了还是私了啊 黄小龙放下筷子 这个 这个 是这样的 肇事者还真是有背景 据说是什么大公司老板的儿子 姓朱 宋母一脸愤懑欲为难之色 吞吞吐吐的道 他们的意思是 给一万块钱的医药费 让咱家不要去闹了 还得去公安局撤销案件 一万块钱 黄小龙眼睛怒瞪 差点把人给打死了 一万块钱就撕了啦 人命这么不值钱 这 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 真过分 宋宇如也是翘脸煞白 喜得发抖 咳咳 闺女 小龙 我自个儿也是不服气的 宋父的表情很是委屈 但一咬牙道 算了 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事儿 就这么了啦 一万块就一万块吧 不给钱也行 形势比人强 虽然他不甘 但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黄小龙心里琢磨了一下 要不是急着要去 大老婆住的村子追查玄机 他今天非得把 那个什么姓朱的 纹裤子弟揪出来 狠狠教训一顿 最后还得让他赔钱 那个 阿姨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让他们立马过来处理 恩 就现在 黄小龙对着宋母一笑 阿姨你放心 在医院里我就说过了 这件事儿 我来处理 你们相信我吧 妈 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有小龙在这里 你别怕 宋宇如催促道 那 那好 小龙 你 你等会可千万要冷静 不要冲动 有的是耳 忍忍就过去了 犯不着太较真 宋母怕事地拿出手机 小龙 不要动手 宋父扒了口饭 郑重其事地道 好 楚楚阿姨 我坚决不会动手 黄小龙人处无害的道 我是讲道理的人 行 我打电话让他们过来 宋母拨通了电话 通知完对方后 四人继续吃饭 吃完饭 走出快餐店 恰好这个时候 一辆懒胜和一辆奥迪A6L 开了过来 停在车位上 奥迪A6L上面 走下来一个夹着公文包 四十多岁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戴了副金颠眼镜 像是个读书人的中年男子 懒胜上面跳下来 几个标形大汉 满脸横肉 胸光碧露 哦 你就是那个谁 金颠眼镜男看了 看站在店门口的黄小龙等人 然后伸手指着宋父 哦 你的伤一点也不严重麻 还说什么昏迷 还要做什么开颅手术 都是鬼扯 这年头 碰瓷的人多了去了 你们 纵语如气的差点骂人了 肇事者也太嚣张了 一见面不但不道歉 还数落起来了 宋父也咬着牙绝着骨 隐忍着 没吭声 大老婆 你们别说话 让我来啊 黄小龙淡笑了一下 然后主动赢了上去 我是朱嫂的私人律师 这是二 朱嫂的意思是 大事话小 一万块钱 金颠眼镜男一看黄小龙的穿着打扮 眼中便是掠过一抹激凤不屑之色 仿佛已经吃定了黄小龙一般 等等 黄小龙一脸迷惘的道 朱嫂的意思 我晕死了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们的意思 卡 这话一说 金颠眼镜男神色一将 你们的意思 你们的意思重要吗 我有必要问吗 小子 你特麻吃错药了吧 你是傻比吗 给老子滚开 再特麻嚷嚷 幸不幸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后面一个标形大汉凝默的吼叫道 呵呵呵呵 黄小龙笑了起来 大律师挥了挥手 示意标形大汉不要说话 然后慢条斯里的点燃一根烟 不懈地对着黄小龙喷了葛烟圈 你们这些穷人 真是麻烦 见着朱嫂开宝石节 是有钱人 就想讹诈 就想一锄头挖葛金娃娃 我劝你们打消这个念头 敞开天窗说亮话吧 朱嫂 你们得罪不起 今天就一万块钱了 把钱拿了 以后朱嫂也懒得再搭理你们 要是明完不灵 黑 后果会很严重的 后果会有多严重啊 黄小龙玩味一笑 算了 今天我赶时间 我就不和你们耗了 撞车 打人 还差点把人打死 我个人认为呢 一万块钱 买不来公道 买不来人命 这样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让那个什么猪少过来 跪下道歉 然后赔一百万 这事儿就了啦 第二呢 钱可以不用赔 也可以不用道歉 让朱嫂过来 我打 也用钢管打 他是怎么打叔叔的 我就怎么打他 打完之后 大家一清二白 谁也不欠谁的 在黄小龙看来 未来老丈人的命 肯定不止一百万的 不过呢 他也不想失责大开口 就要隔一百万 算是合情合理了 起料 这句话一说出来 那律师的脸色 瞬间就变得阴沉如水 眉宇尖透发出来了浓浓的 脸色 你是认真的 你的意思 是让朱嫂鱼尊将贵 薪子过来道歉 然后 师则大开口 一百万 第233章钻心咒 律师浮了浮眼睛 那镜片后来 闪烁出来 阴毒的光芒 我最后最后奉劝一句 没有实力 就不要说这种话 很愚蠢 相当愚蠢 因为 后果 往往是你不能承受的 而且 还有可能 连累到你们的家人 若 你在威胁我 也就是说 我给的两个选择 你们都不选 那就没办法了 唉 为什么又要逼我 黄小龙摇头叹气 妈的 周是他 律师立声咆哮了起来 卧槽你马的大傻比 赫然 站在律师后面的一群 彪形大汉 直接就朝黄小龙冲了上来 欺负人 和他们拼了 宋富士忍不了啦 木火冲天 直接弯腰从旁边 捡起一块砖头 就要扑上去动手 别 别冲动 打人啦 我 我马上打110 宋母方寸大乱 哆哆嗦嗦地拿出手机要拨打110报警电话 倒是宋宇如还算成的住气 别 爸妈 你们别大惊小怪的 小龙他会处理好的 你们不要担心麻 比这更凶的人 小龙都不会怕呢 说时迟那时快 黄小龙站着一动也不动 嘴唇却是飞快地细张了几下 念了一段咒语 下一秒啊 那几个铺上来要打黄小龙的标形大汉 以及那个戴金边眼镜的律师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而后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一个嗝的 都用手死死摁着心脏 软倒在地上 不停地打滚 用头去钻土 双脚乱瞪 显然 是正在遭受剧烈的痛楚 呃 你们怎么了 突然生病了吗 唉 真是可怜 黄小龙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 不过还好 这附近就有医院 你们可以去医院看看 好了 这件事等我忙完了 再找那个什么猪少当面理论 我说的两个选择 你们回去告诉猪少 让他再考虑考虑 哈 啊 律师和标行大汉们 似乎越来越痛 已然是癫狂地用额头在地上 砰砰砰的乱撞 恨不得一头磕死似的 立马 就有不少围观的群众涌了上来 指指点点的 刚才 黄小龙对他们念了一个钻心咒 所谓的钻心咒 顾名思义 就是让人钻心弯骨般痛苦的咒语 这是一种极致的疼痛 会对人造成极大痛苦 有致人疯狂的可能 黄小龙念的钻心咒 每十二个小时发作一次 也就是一天两次 准时准点发作 每次持续五分钟 无药可解 除非黄小龙亲自替他们解除诅咒 别小看这五分钟 这可是最为煎熬 最为痛苦 最为疯狂的五分钟 中咒者 就好像是去地狱里旅游了五分钟一般 好了 大老婆 叔叔阿姨 我们走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你们刚才太紧张了 放松 放松 我说过不会动手的啦 小龙 不会 不会是你干的吧 他们这是怎么了 好端端的 一个个就好像吃错了药一样 满地打滚 喊疼 我看他们 好像真的很疼的样子 宋宇如一脸狐疑 宋父和宋母也是惊疑不定 我 我明明站着一动不动啊 黄小龙脸色更加无辜 他们是生病了 不关我的事 说完 黄小龙就领着大老婆一家人 到附近的停车位 找到了他的座驾 比亚迪F3 上车 去大老婆家 事实上 大老婆家虽然说是一个村 但并不是农村 而是一个城中村 说白了 就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城中 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 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 这个城中村虽然比不上滨海市区那么繁华喧嚣 但也不算差 通了公交车 家家货户水电器宽带网络闭路电视 全都有 什么沃尔玛 什么星巴克 什么优衣库 这些也有 甚至于 去年还通了地铁14号线 直接搭地铁 就能直通村口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终于 黄小龙就看到 远远的一个建筑物零次结壁的区域 这片区域 背靠着大山 还有一条河蜿蜒贯穿 从风水的角度讲 其实是一个标准的风水宝地 而不是吧 风水居然很好 黄小龙有点发呆 原本 他认为是风水 影响了城中村居民的运势 让得大家都被汇气侵蚀 倒霉不堪 可现在一看 风水没问题啊 人走没运 无非就是三个原因 一个是天命 一个是风水 另一个则是人为 现在看来 恐怕 未来老丈人他们村里的人 气韵被掠夺 应该是人为造成的 黄小龙嘴角 勾勒出来了一抹颇有深意的笑容 有意思 越来越有意思了 人为剥夺成千上万人的气韵 一家富贵 千家乞讨 大手笔 真是大手笔 心念一动 黄小龙瞳孔中闪过一抹腰异的光芒 下一刻 原本山清水秀的城中村 在黄小龙的视线中 便是布满了一道道阴气 尤其是在城中村后面的一处起伏的山脉上 浓郁化不开的阴气和怨气 仿佛龙蛇一般涌动着 而且 那个山脉似乎是布置了什么阵法 将漫山遍野的阴气 禁锢住了 使得阴气闭塞不流通 俨然变成了一片阴地 隔得远远的 黄小龙都能听到 在那片山脉 传来了万鬼豪哭的恐怖声音 我的天 明马 这也太凶猛了吧 这个城中村也太恐怖了 这么玩下去 全村人都要死绝的节奏啊 黄小龙扎舌不已 小龙 这儿环境很好的 宋傅在后排座位上笑咪咪的道 怎么样 还行吧 城市里是繁华 但咱们这地儿空气质量好啊 根本不存在什么雾霾 现在也方便了 都通地铁了 呵呵呵 叔叔 空气质量是不错 环境 呵呵呵 环境是 是很好 黄小龙只能附和着笑了笑 小龙 既然来了 你和羽如就多住几天 别客气 就当成是自己家里一样 宋母热情洋溢的道 第234章首富胡家 宋宇如坐在副驾驶 听到爸妈的话 感觉有点怪怪的 貌似 有一种他已经嫁给黄小龙 现在是黄小龙陪着他回娘家小住几天的味道 不过这种感觉 倒是让他有种幸福感爆棚的味道 爸 妈 你别管我们的 宋宇如娇羞带怯 黄小龙却是一脸认真的道 好啊 我一定会多住几天的 既然已经来了 黄小龙就得把掠夺城中村千家气韵的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给你颜色你就开燃访 给你阳光你就灿烂 武赖 宋宇如笑骂道 黄小龙笑嘻嘻地把车开到了村口 一个很大的公用免费停车位上 下车一看 停车位上 虽然没看见什么特别昂贵的好车 但大众卖腾啊 卖瑞宝啊 君为君悦啊 指南者啊 图观啊 也是不少的 这代表着城中村的居民们 其实日子也还算是比较富足 这里真的比我老家强多了 黄小龙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走吧 小龙 我带你去我家 纵语如雀跃地领着黄小龙 往他家里走去 顺着一条还算宽敞的四车道公路 直通城中村内部 走着走着 赫然 一辆车从后面飞驰而来 那速度 绝对是超过了120码 快的惊心动魄 卧槽 开这么快 黄小龙微微一愣 抬眼一看 居然是一辆麦巴赫 而且车牌号非常牛叉 并AMB888麦巴赫开到黄小龙 他们前面 居然停了下来 大老婆 这是谁的车啊 好厉害的样子 黄小龙不由对宋语如问道 不 小龙 这个是我们城中村首富家公子的坐驾 宋语如有些无奈地道 胡公子是很牛很嚣张的一个富二代呢 城中村首富 黄小龙哑然失笑 这城中村也有首富 怎么会没有 宋语如笑道 小龙 我告诉你吧 我们城中村的首富 胡家 虽然比不上滨海寺大家族 但也不差呢 地铁十四号线 知道吧 就是胡家和政府联手打造额 修地铁 哇塞 好厉害啊 黄小龙惊叹不已 不 倒不是修一整条线 而是多修了及格站 才让地铁十四号线 能够直通我们村口 宋语如解释道 反正据说胡家投入了十几亿呢 其实这倒是方便了城中村的居民 是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功德呢 说着 宋语如扑持一笑 很萌很可爱 还有啊 几年前 我们城中村改造 房子全部是胡家修建的 可以说 胡家也算是房地产商吧 不过房子卖给我们的价格 倒不是很贵 比市区里的房价便宜多了 开通地铁 修房造屋 听宋语如这般描述 黄小龙脑子里 立马浮现出古时候那种大善人大财主的伟案形象 这时 停在前面的麦巴赫 驾驶时的车窗摇了下来 一个二十来岁 样貌还算不错的年轻男子 将头探了出来 盯着宋语如看 其眼神之中 有着一丝丝银邪贪婪之意 小龙 那人就是胡家公子 人很讨厌的 瘫花好色 听说坏了城中村好多女孩子的清白 只不过 是因为他家在城中村势力很大 再加上他家的确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所以 一些事情都不了了之了 宋语如嫌恶地皱了皱眉头 然后下意识地朝黄小龙这边一威 小龙 我说了你别生气 他找过我 但被我拒绝了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他眼睛微微眯缝 看着胡家公子 这胡公子 看面相 命格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无论是财博宫 极恶宫 还是田宅宫 父母宫 都好的不能再好 甚至于 在他的眼睛周围 有一些受过伤势的疤痕 这是类似于胎记一般的东西 一般常着玩一儿的人 都是命着实太好 连老天爷都妒忌了 所以给他留下了一些印子 胡公子红光满面 印堂光亮 运势简直无敌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未来老丈人和丈母娘 那一脸的晦气 没气 呵呵呵呵 胡家 慈善家 首富 黄小龙嘴角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这个胡公子的命格 并不是天生就这么好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他眼睛周围的印记 也是不久前涨出来的 而且 通过望气数 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他一身气韵 太博杂了 就好像 是吸纳了很多人的气韵 将别人的气韵 据为己有 就在这时 那胡公子用胸利如毒蛇般的目光 狠狠瞪了黄小龙一眼 似乎是在警告 最后轰了一脚油门 扬长而去 切 好嚣张 纵羽如翻了翻白眼 黄小龙若有所思地看着消失在视线中的麦巴赫 小龙 你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纵羽如撅着嘴拉拉拉黄小龙的手 我发誓 这个姓胡的 找我的几次 我是一口回绝了 我连一次都没有和他出去过 小龙你相信我吗 呃 大老婆 你还以为我是因为这个生气啊 黄小龙忍不住笑了起来 放心吧 我没有吃醋 我才不会和这种顽固子弟都不如的家伙吃醋呢 他也配 我们可是鸳鸯蝴蝶命 自然规律 天命法则 一生一世都会在一起的 谁也无法拆散我们呢 我啊 是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呢 又说鸳鸯蝴蝶命 以后不准说拉 纵羽如扑吃一笑 然后好奇道 小龙 你发现什么有趣的事啦 这个 暂时保密 好了好了 去你家 赶紧去你家 黄小龙嚷嚷道 沿着公路一直走 终极 进入到了城中村 其实也不是什么村了 虽然没有那种特别高的电梯公寓 但也有不少的楼房零次结壁 最高的也达到了十几层 还有花园小洋房啦 别墅啦 超市啦 肯德基麦当劳 必胜客什么的都有 城中村不少居民骑着电瓶车 摩托车 汽车 穿租骑中 有路人在过斑马线 有土狗慵懒的趴福在街角晒太阳 也有流浪猫在垃圾桶里翻找着食物 总的来说 这城中村 就好像一个小城市 生活节奏很慢 很悠闲 应该来说 住在这里 是很惬意的 但是 在这城中村里 还有普通人肉眼难见的阴气鸟鸟 怨气如吹烟 另外 黄小龙沿途所见之人 通通都是梅韵当头的气象 一个个人脸上 充满了晦气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是这般 无一幸免 印堂发黑 梅雨间青丝缠绕 第235章简直就是鬼村 看来 城中村的居民 真的很倒霉 一个比一个倒霉 好运气都被夺走了 剩下的就只是晦气 更有甚者 就如未来老丈人一般 也沾染了脏东西 再结合着胡家少爷那一脸 气韵无敌的面相来分析 顾摸着 是那个胡家搞出来的事情吧 黄小龙心中 已经有些思路了 这时黄小龙发现 整个城中村的建筑 也是大有问题 每一栋建筑 几乎都不是传统的做南朝北 或者做北朝南 而是以一种非常诡异的方位次序 排列起来 组成了一个仿若迷宫的城中之村 城中之城 就好像 这些建筑物 组成了一个风水大阵 宋父和宋母先回家去了 宋宇如带着黄小龙闲逛着 两人单独在一起 黄小龙也就肆无忌惮了起来 直接把宋宇如的小手给抓住了 宋宇如脸蛋人如月季花般飞红 挣了几下没挣开 就任由黄小龙拉着了 大老婆 我们逛街 就应该手牵手啊 黄小龙嬉皮笑脸的道 但眼睛却是左顾右盼着 好好带我逛逛吧 这里真的好有趣 好好玩呢 很有趣吗 宋宇如玩耳一笑 我倒不觉得有趣 或许是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原因吧 逛了几条街 黄小龙终于发现端倪了 原来 城中村的建筑 果然是摆成了一个阵法 昆灵阵 昆灵阵是一种邪恶的风水大阵 其作用就是在这个阵法中死去的人 灵魂将会被迷宫式的阵法困住 出不去 也没办法去地府报道 所以日日夜夜不断在阵法中游荡 好歹读 百下困灵阵的 不是道士就是风水术士 黄小龙唯唯思考 眼窝深处 闪烁着一蹴兴奋的火苗 就好像是一个贪玩的孩子 突然间找到了好玩的玩具 看来 在滨海除了那个洲际的变态之外 还有其他的道士存在 大老婆 这些房子 店面 超市什么的 都是那个什么首富胡家修建的吗 黄小龙随口问道 是啊 胡家就是我们城中村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也是唯一的 宋宇如点头道 逛了好一会儿 天色渐渐向晚 也差不多到了吃晚饭时间 一阵阵阴风开始肆虐了起来 宋宇如不由地打了个哆嗦道 小龙 有点冷夜 城中村也不大 逛了那么久 我都差不多带你逛完了 我们回家吧 好啊 黄小龙点头一笑 两人右手牵着手往宋宇如家走去 在经过一个小区的时候 只听小区里放着哀了声 肩中夹杂着哭哭啼啼的声音 哀 有人 有人去世了 宋宇如脸上闪过一抹难过的表情 小龙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其实城中村很多人都是我的老街房老邻居 我差不多都认识 今天 今天去世的人 我 我一定也是认识的 小龙 你陪我进去看看 好吗 好的 大老婆 你节哀顺便吧 黄小龙安慰道 这个时候 在小区门口 有一对夫妻正在争执着什么 旁边一辆婴儿车上 有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孩 赫然 只见一个穿着白衣的老人 正在逗弄着婴孩 这老人 脸色苍白如指 眼眶深陷 形象甚至恐怖 自然 这老人 并不是人 而是鬼 但不是厉鬼 而是一般的孤魂野鬼 他隐蔑了鬼形 所以普通人是看不见他的 但是婴孩的眼睛可以看到他 因为 婴孩生有先天之眼 先天之眼 简称天眼 是道教的典故 道教认为人类生来就带有某些能力 但是随着人体发育和心智变化 很多能力被后天世世污浊玷了 比如天眼 婴儿刚诞生下来 头顶前方有一块骨骼非常软 即鲁门 这里就是道家中所说的天眼位置 一般鲁门在二九左右会彻底硬化合拢 即十八个月 先天之眼在此时也就被封上了 如果小孩在一岁半之前特别懂事 而且能够与人正常沟通 那么 就有很大可能性看到民间经常说的脏东西 这时 那鹰还被老人的魂体 逗得咯咯咯的笑着 咳咳 黄小龙轻轻咳嗽了一声 那老人的魂体 转头看了黄小龙一眼 鬼目中流露出惊恐之色 黄小龙身上 有一种让他感觉的惧怕的气息 下一秒 老人的魂体 逃命时的飘走了 大老婆 我们进去吧 黄小龙笑了笑 然后和宋宇如一起 朝小区里走去 在经过那对依旧在争吵的夫妻身旁时 黄小龙忍不住停下脚步 那是你们的孩子吧 你看 他在笑 呃 那被夫妻停止了争执 不约而同地转头看了看宝宝 然后又把目光凝视向黄小龙 这一对年轻夫妻 各自眉宇间都沾满了晦气 也难怪会吵架 都是倒霉透顶之人 如果持续吵下去 离婚是迟早的适尔 对了 我提醒你们一句 婴儿在没有人看管的时候 如果无缘无故地自己笑出声 或者哭出声 那是因为 有一些东西 在逗他 而这个时候 你们应该立刻亲自抱起孩子 黄小龙善意地提醒道 毕竟 接触了脏东西 对孩子很不好 有时候一晚会提哭不止 听到黄小龙这么一说 这对夫妻顿时有些头皮发麻 又看了看仍然咯咯咯咯笑咯不停的孩子 那男的颤声道 兄弟 你的意思是 有那的 那的 那的 在的我们的孩子 呵 我可没说 黄小龙不再多说 拉着宋宇如就进了小区 小龙 你是说 有鬼 宋宇如有些忐忑地看着黄小龙 呃 大老婆 你别害怕 就算有鬼 我在这儿呢 黄小龙咧嘴一笑 进入小区 只见 小区里搭建了一个灵堂 有的人在上香 有的人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 咦 小龙 我爸妈也在呢 宋宇如眼间 直接看到了宋父和宋母 走 小龙 我们过去 哦 黄小龙答应了一声 目光四顾 却是看到 小区里 灵堂附近 除了人之外 还飘荡着不少孤魂野鬼 嘖嘖 太阳一下山 这些鬼祟就出来游荡了 黄小龙微微摇头 城中村城中村 简直就是个鬼村 第236章丧尽天良 哎 宇如 去世的 是你大奎哥 宋母擦着眼泪道 哎 造业 年纪轻轻一个小伙子 得了肝癌惋惜 上个月才检查出来 今天 今天人就走了 宇如 我和你大奎哥的父亲 算是发小了 宋父也有些哽咽了 你大奎哥的父亲 这才过世不到一年 没想到 哎 这就是祸不单行了 生命无偿啊 生命无偿 宇如 去给你大奎哥上几根香 好 爸 我知道了 我这就去 宋宇如的心情 也很沉重 眼角有晶莹的泪光在闪烁 小龙 大奎哥小时候挺照顾我的 算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 你陪我过去给大奎哥上炷香吧 宋宇如 泪眼婆娑的看着黄小龙 哦 好的 大老婆 黄小龙点头 他不动声色的看了看宋父身旁 刻然 只见宋父的身旁 站着一个中年男人的魂体 正在流浊眼泪 他的情绪 格外激动 脸庞猙獰扭曲成一团 浑身颤抖 目光中充斥满了仇恨 看来 今天死的人 也就是那的大奎 与他 有着莫大的关系 很奇怪的是 宋父走两步 这中年男人的魂体 也如复古之躯般跟着移动两步 像是跟定了他 黄小龙将身上的气息 尽数地收敛了起来 这样便不会让小区内的魂体 惊吓逃走 哦 怪不得未来老丈人印堂发黑 眉宇兼有黑气缭绕 原来啊 是这样一个中年男人的魂体 老是跟着他 黄小龙微微点头 这时 宋宇如带着黄小龙 来到灵堂前 他从暗台上拿起三根箱 点燃 然后朝着死者的遗像拜了三拜 将箱插进炉里 忽然 黄小龙看到 炉子里同时燃烧的三根箱 左右两根燃烧得极快 而中间的一根却是燃烧得非常缓慢 恩 宋宇如也发现了这种异常的状况 小龙 这个箱的质量有问题吗 这个 两短一掌 黄小龙一边把宋宇如拉开 一边低声解释道 大老婆 人怕三长两短 相怕两短一长 如果你在给死者上香的时候 出现了两短一掌的情况 说明死者冤屈 死得极为不甘 无法瞑目 宋宇如倒抽一口凉气 惊骇道 小龙 你是说大葵哥死的冤枉 是被人害死的 恩 可以这么说吧 黄小龙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回到宋父宋母身边 黄小龙在看那个中年男子魂体的样貌 与从一向上看到的死者样貌 有着几分相似 黄小龙顿时明白了 这个中年男子 应该便是死者父亲的魂体 他之所以跟着宋父 是因为他是宋父的发小 关系很铁 倒也不是要害宋父的意思 宇如 小龙 我们回家吧 宋父叹了口气 四人离开小区 往宋宇如家走去 中年男人的魂体 亦步亦趋得紧随其后 这时 天色已黑 城中村亮起路灯 各种魂体在半空中飘来荡去 阴风一阵一阵地让人被击鼓发凉 宋宇如家 倒不是什么小区 而是一栋两层楼房 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菜园子 几张十凳 一个鞦韆 别有一番情趣 宇如 进厨房帮忙 宋母招呼道 小龙 你随便做一会儿 阿姨弄几个拿手菜 庆祝一下你叔叔顺利出院 这次啊 还亏得你 要不然 别说这些晦气的 宋父瞪了宋母一眼 然后笑着掏出一支烟蒂给黄小龙 小龙 抽烟布 谢谢叔叔 黄小龙接过香烟 宋父替他点燃火 小龙 外面凉快 你就在外面坐一会儿 我们晚饭就在把子里吃 宋父交代了一句 然后随着宋宇如母女俩进来厨房 那中年男人的魂体 也想跟着宋父一起进厨房 那啥 你先等等 我们聊一会儿 黄小龙吐了个烟圈 但笑道 这中年男人的魂体 直接站抖了一下 缓缓地回过头 用那充满了英读与仇恨的鬼眼 看着黄小龙 李 你能看到我 李 你是谁 来来来 这边坐 黄小龙叼着烟 直接用手揽住中年男人魂体的肩膀 笑嘻嘻地道 你老是跟着我未来老丈人干嘛 虽然你没有害他的意思 但你是英人 自然而然 会吸收我未来老丈人的阳气 他本来就已经很倒霉了 你在这样一搞 他会生病住院的 我好像记得他说过 前段时间 一个小感冒 是要不管用 还去医院打针输液 折腾了好些天才好 这些都是你害的 未来老丈人 中年男人的魂体一愣 玄机咧嘴一笑 显得有几分诡异 你是我语如直女儿的男朋友 我宋元大哥的女婿 黄小龙点了点头 领着中年男人的魂体 坐在把子里的石凳上 以后别跟着我未来老丈人了 我可没有想过要害宋元大哥 他可是我的发小 我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中年男人的魂体辩解道 他对黄小龙身上的 弥散出来的气息 极为的忌惮 不敢有丝毫反抗 那啥 我看你怨气有点重 是咋回事儿啊 今天死的是你儿子吧 黄小龙问道 这时 中年男人的魂体 变得极为暴怒 额头上轻轻抱起 整个脸庞十分猙獰恐怖 仿若一只最为凶残的厉鬼 唉 再这么下去 你就要开始害人 变成真正的厉鬼了 黄小龙微微摇头 我 我儿子死的冤枉啊 胡佳 丧尽天良 禽兽不如 中年男人的魂体 喉咙中迸发出刀片 刮在金属上的刺耳声 半年前 胡佳把祖坟迁到了后山 胡老板 这个道貌黯然的家伙 他 他是个畜生 他是个魔鬼 他 他在后山坟地上 布置了阵法 把方圆十公里内 所有英宅的好运 全部吸走了 他胡佳倒是飞黄腾达 事事顺心如意 无论做什么生意都发财 连买彩票都中五百万 而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倒霉 我的儿子 身体那么好 以前有算命先生 说我儿子命格很好 是长寿的人 还会发财 结果呢 就是因为胡佳的畜生 把城中村的好运 都掠夺了 我儿子无缘无故 甘乃晚期 啊 第237章 吃饱饭好甘活儿 中年男人的魂体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奸好生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黄小龙的恍然大悟 所谓的英宅 本来就是安葬祖先灵旧的地方 是祖先得以长眠安息的地方 阳宅要看风水 英宅也要讲究风水 甚至可以这么说 墓穴的风水 要比家宅的风水更加重要 祖先安葬在绝佳的风水福地 并能带给子孙后代吉祥如意 反之 如果风水不好 后人轻则诸事不顺 重则厄运不绝 家庭破裂 本来 这个城中村后面的山脉 是风水宝地 军民们祖先的坟墓埋葬在这里 不说飞黄腾达 但至少是平安幸福的 而如今 所谓的城中村首富 胡家 家祖先的坟墓 迁移到了后山 并且布置阴邪阵法 经吞了方圆十公里内 所有阴宅的气韵 这就导致 城中村的居民 通通清一色都是满脸晦气 一个比一个倒霉 不是丢钱包就是被抢劫 要么就是夫妻不募离婚 想要孩子却怀不上 做生意亏本 走夜路撞鬼 反之 胡家现在牛逼啊 今天黄小龙也见过胡家少爷了 嘖嘖 红光满面 春风得意马提及 彩色兼收 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对人的影响 阳宅占三 阴宅占七成 也就是说 胡家在后山坟地布置一个阵法 将埋葬在那里的阴宅气韵 完全掠夺 然后又在城中村修建房屋 布置了一个困灵阵 又把阳宅的气韵 全部给剥夺了 他这是不给人留活路了 这是要让城中村的所有人 倒霉至死 全部死绝 那啥 我给你看看香 黄小龙不但会看人香 还会看鬼香 他看了看中年人魂体的面相 慢条丝里的道 人中身又长 儿女占满堂 人中一条线 儿女难见面 人中平不塌 有子非青娃 人中一个窝 有子也不多 人中如豆大 顶多两个娃 性见女儿急 男孩不送中 人中一横线 有子也孤单 人中一个包 只是生女不生男 你这个鬼香 人中又深又长 下巴宽阔 财富如意 儿女应该是生活无忧 命中是绝对不会夭折的 你儿子患了肝癌晚期 死的时候 不到三十岁 恩 这就是因为 你们家的英宅祖坟 气韵被夺 子孙后代横遭枉死 嘿嘿嘿 看来这个姓胡的 倒横要比周静娜的变态高深很多啊 天安一语 却搞风搞雨 干出这种天目人怨的勾当 哈哈 今天被我遇见了 我的陪他好好玩玩 黄小龙满脸亢奋 一家昌盛 万家衰败 兮兮 是个狠人啊 现在 我 我可真是 有些期待了啊 其实要破坏这种一家繁荣 万家子孙受难的局面 只需要将胡家布置在后山墓地的阴邪阵法破掉就行了 这对于黄小龙来说 简直就是小事人一桩麻 好了好了 你也别在阳间游荡了 黄小龙侧头看向了一脸愁力的中年男人魂体 你啊 很快就变厉鬼了 到时候四处害人 为祸一方 我会打得你魂飞魄散的 所以呢 送你去地府投胎吧 你放心 你儿子的仇 我会替你报的 这个城中村的首富胡家 罪恶滔天 我会把他们全家打入石磨地狱 磨成肉酱 然后重塑魂体再磨 磨啊磨 让他们爽葛购 说完 黄小龙也不管那中年男人的魂体愿不愿意 直接拿出阴魂筒 掀开盖子 把它给收了 顿时 院吧里的温度 预热了起来 晚风一吹 生气鸟鸟 而这个时候 宋宇如已是端着几盘热气腾腾的菜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一番忙碌之后 他那红扑扑的脸蛋人娇艳如花 一丝丝香汗沁了出来 整个人宛如一朵带着 露珠的鲜花 随风舞动 芬香扑鼻 美到极致 大老婆 辛苦你啦 黄小龙咧嘴一笑 你啊 就知道吃现成 纵宇如抛了个魅眼给黄小龙 那啥 糖醋排骨是我做的 你记得多吃几块啊 哇 大老婆好贤惠 还会做菜 以后有口服了 黄小龙故意夸张地说道 晚饭就在院吧里的食桌上吃 很丰盛的一顿晚饭 鸡鸭鱼肉 虾蟹十令蔬菜都有 味道也不错 黄小龙的吃相依旧是那么的凶残 狼吞虎咽的 弄得宋宇如连连干咳 让他注意形象 宋母和宋父倒是在一旁了呵呵的 连连给黄小龙夹菜 白米饭 黄小龙一连吃了五大碗 简直就是个饭桶 小龙 你 你很饿吗 宋宇如无语了 也不是啊 黄小龙一边扒饭一边胡伦吞早地说道 我等会还有一些事情要去干 所以得吃饱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啊 也对 等会黄小龙还得去报胡家的祖坟 你妈能不吃饱点吗 额 小龙 吃完饭也差不多九点了 你还有什么事要干 宋母好奇地问道 啊 这个麻 黄小龙自然不可能吐露实情 含糊其词地说道 小事人 叔叔阿姨 都是为不足道的小事人 你们别问了 嘿嘿嘿 虽然黄小龙的吃相是难看了一些 但这顿饭的氛围非常不错 吃出了家庭温馨感 就在这时 饭刚刚吃完 还没洗碗 却看见一大群人 直接涌到了宋宇如家门口 这群人 有男有女 有劳有少 为首的 是一个六 七十岁的老头儿 咦 村长 您来了 看到那老头儿 宋父和宋母立马放下碗筷站了起来 脸上有着尊重的表情 那个六 七十岁的老头 便是这个城中村的村长了 大大小小算是葛干部 一直以来为人公正 处事公平 在城中村威望很高 哟 宇如归虐也回家了 村长看了宋宇如一眼 然后目光一瞟 在黄小龙身上停留了几秒钟 眼中流露出来一丝好奇和期待的表情 小宋 下午听你说 你在市区里开车 出了十二 被人打成了脑出血 婚离过去了 现在没十二了吧 我过来瞧瞧你 第238章去报祖坟啦 哦 没十二了 没十二了 宋父咧嘴一笑 村长 你看我像是有十二的人嘛 现在头也不疼了 吃也吃的 村长 您这是太客气了 没十二就好 没十二就好 村长笑着连连点头 然后 目光又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黄小龙身上 小宋 下午啊 听你媳妇儿说 你的伤 本来是很严重的 得做开轮手术才行 结果呢 宇如归虐谈了个男朋友 随便扎几针 就把你脑袋里的淤血给放出来了 对 是有着视耳 宋父一笑 然后用自豪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哦 这个就是小龙 小龙的医术 不是吹 那可是国手级别的 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 都对咱家小龙点头哈腰的 好嘛 这语气 完全就是老丈人在吹吹自家女婿了 宋宇如闹了个大红脸 称道 妈 你啊 大嘴巴的毛病 什么时候能改啊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宋母憨直地笑道 哈哈哈哈 村长笑了出声 宇如闺女 你也别怨你爸妈 是这么回事儿 既然小伙子医术这么高明 若这些街坊邻居 最近都患了病 去医院还治不了 小伙子 麻烦你给瞧瞧 行不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抬眼一看 跟着村长进来的人啊 脸上都是布满了晦气 一个比一个倒霉 这个要是不把胡家的祖坟被爆了 任由他家继续经吞城中村万人气韵 这些人就算我现在给他们治好了病 他们早晚也还得遭殃啊 黄小龙沉吟了一下 然后看了看大老婆宋宇如 好麻 大老婆这才刚回家半天的功夫 眉宇之间 也是游荡起来了一丝丝晦气 当然 这种程度的晦气很淡 倒是不足以让他立马就倒大眉 但时间长了 多住几天 准得出事儿 各位街坊邻居 乡亲父老 黄小龙站了起来 笑嘻嘻地说道 大家伙人请放心 你们有病 我治 不管什么病 都可以来找我 不过 今天晚上我有点事儿 这样 明天或者后天 我给你们治病 村长 你看行不 行 就这么说定了 村长诗然一笑 然后村长回头对后面的街坊邻居们道 大家都听到了吧 今晚小伙子有事儿 但人家都一口答应下来了 最迟明天或者后天 他就会给大家伙人治病了 再坚持坚持麻 小伙子 你 你 一个少妇抱着葛三 四岁大的小孩子 欲言又止的样子 最后还是咬了咬牙道 我家小孩 都病了半个月了 成天没精神 没食欲 眼看着就一天比一天瘦了 去市区里的大医院检查过了 医生也说不出来是啥毛病 你 你能不能现在给我家小孩看看 小龙 你给瞧瞧吧 宋宇如 毕竟是个善良的妹子 看到少妇怀礼抱的小孩 脸色辣黄 面容憔悴 心生怜悯 拉着黄小龙的袖子道 小龙 哦 好的 大老婆 我去给她治 黄小龙走了过去 一看 只见小孩子脸上晦气如乌云一般覆盖着 太可恶了 这么小的孩子都遭殃了 妈蛋 今晚上绝必要去把胡家的祖坟给爆了 黄小龙心头为怒 他轻轻翻开小孩的眼皮子 随意看了一眼 眼球上布满了一些血丝 另外还有芝麻大的蓝色斑点 墨嘴唇上有细小的白斑 这些都是虫斑 说明这个孩子体内有大量的寄生虫 譬如回虫啊 血吸虫啊 钩虫之类的 说着 黄小龙让宋宇如拿来指和笔 我开个药方子 明天去药铺抓药就可以了 乌梅 使君子 冰廊 赫施 好了 照着药方抓两副就可以了 黄小龙开好了药方 随手递给少妇 然后再次对登门求医的人保证 明天或者后天 一定会给他们治病 村长带着人们散去 叔叔阿姨 大老婆 我出去一趟 你们先休息吧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道 行 小龙 你注意安全就好 宋父也没多问 点着头叮嘱了一句 不过也没事儿 咱们城中村晚上的治安 比试区里还好 黄小龙大踏步走了出去 宋宇如却是踩着小碎步跟了上来 大老婆 你别跟着我啊 你回家睡觉吧 黄小龙侧头看着宋宇如 小龙 我感觉你有事儿瞒着我 宋宇如撅着嘴有些不高兴的道 今天下午你一来 我就感觉你神秘兮兮的 不是吧 这你都能看出来 黄小龙忍不住一笑 看来我们的鸳鸯蝴蝶命还真是心有灵犀啊 快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 宋宇如急不可耐的道 真要我说 黄小龙诡异的笑了笑 你确定 你想听 当然啦 小龙 脸目鸡 赶紧说 宋宇如一脸猴急 好 那我告诉你吧 我要去后山 黄小龙笑道 后山 宋宇如一致 对 后山 坟地 黄小龙玩味的看着宋宇如 大老婆 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啊 后山坟 坟 坟地 宋宇如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小龙 这大晚上的 你 你没事儿去坟地干嘛啊 当然是干正经事儿了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好了好了 大老婆 你先回家去 要不然 你就在家等我 我办完事儿 就回来宠幸你 嘻嘻嘻嘻 宋宇如称道 不行 后山坟地 是我们城中村居民 安葬祖先灵救的地方 是很神圣的地方 我爷爷 我太爷 我太老爷 我祖爷爷 他们的坟 都是埋在后山 小龙 你可千万别乱来 要是亵渎了仙人 城中村的人会打死你的 而 黄小龙被宋宇如的一阵抢白 弄得有点雌穷 小龙 不管你是去干什么 我都必须跟着你 宋宇如坚持道 那 好 吧 黄小龙无语地点了点头 大老婆 如果你确定等会儿不害怕 那尽管跟着我吧 说完 黄小龙就台步朝后山方向走去 小龙 你等等我 宋宇如果然是小跑着跟了上来 第239章后山墓地 帝王娱乐会所 这是城中村规模最大 最豪华的一个娱乐会所 其豪华的程度 并不会输给市区里的高端会所 而这个会所的幕后老板 自然是城中村首富 胡老板 如今 胡老板已是将这个娱乐会所 交给自己的独生儿子胡扬打理 帝王娱乐会所 最豪华的一个包间 包间里 胡扬大马精刀地坐在意大利进口真皮沙发上 嘴里叼着古巴雪茄 那荣光焕发的脸上 却是充满了帝王般骄纵与专横的表情 两名身材曼妙 年龄绝对不会超过18岁的少女 左右跪在地摊上 小心翼翼地替胡扬按摩着大腿 沙发后面 还站着几名铁塔般的壮汉 这些都是胡扬的私人保镖 另外 沙发上还坐着一个身穿紫色长裙 头发盘起 极为的妖娆 艳光四射的女子 24 5岁 其样貌 仅仅只是略输送与如意仇 这女子 便是胡扬明面上的女朋友 当然了 胡扬的女人是很多的 多得猝不过来 这一点 她所谓的女朋友 是知道的 但从来不会过问 甚至于 有时候还会帮着胡扬 将一些她看上的女人弄到手 女人名叫慕容谦 当年号称城中村第一美女 性格单纯 经常穿着格子裙在树林里 晒着太阳看书读诗 后来她被胡扬看上了 一开始她也是排斥的 但最后 男逃魔爪 被胡扬不择手段地弄上了手 并被调教得千衣百顺 如今 已然是胡扬的得力助手 负责忽悠城中村的一些美貌姑娘 来帝王娱乐会所上班 为客人提供皮肉服务 杨哥 昨天去市区赌场玩 手气如何啊 慕容谦妩媚地笑了笑 替胡扬倒了杯酒 哈哈哈哈 我的手气 自然是无敌的 胡扬面上满是自得之色 就随便玩了两小时 赢了三百多万 没意思 一点意思都没有 哈哈哈哈 骚然 胡扬站了起来 展开双臂 一脸陶醉 生活真是美好啊 我要拥抱生活 这个城中村 属于我们胡家 这里的一切 都属于我们 我们胡家 就好像皇帝一般 可以予取予求 哈哈哈哈 说到这里 胡扬的脸色 却是突兀变色 有些猙獰 不过呢 有些女人 不知道好歹 给她面子 她居然不要 这种女人 嘿嘿嘿 真的 不要怪我不懂 怜香惜玉了 哦 杨哥 你是在说 宋宇如娜的小丫头啊 慕容谦哧一笑 这丫头啊 在滨海大学读书 据说还是什么笑话 估摸着 眼界挺高的 据说 滨海有什么滨海四少 她该不会是梦想着 嫁给那什么滨海四少吧 哥哥哥哥 滚你马逼 胡扬瞳孔一缩 反手一巴掌 直接抽在慕容谦那吹弹可破的脸颊上 滨海四少 都特麻是废物 和本少爷比起来 他们算什么 迟早有一天 本少爷会把他们踩在脚下 自意地羞辱 我爸说过了 我胡家 一定会站在滨海食物链最顶端的 我胡家 才是滨海的真龙天子 四大家族 算葛屁 慕容谦捡着留下了五道烟红指引的脸颊 不敢有丝毫的埋怨 毛子之中满是恐惧 显然 胡扬 或者说胡家 让他害怕到了骨子里 杨哥 你 你别生气 我 我替你搞定宋雨如 我 我让他和我一起服侍你 慕容谦卑微道 你 胡扬冷笑着看了看慕容谦 行啊 给你三天时间 你帮我劝说一下宋雨如 要是他还不肯就范 说到这里 胡扬眼中闪过一抹毒蛇般阴厉的表情 我要他全家倒霉 在城中村这一亩三分地上 我爸就是皇帝 我就是太子 谁敢忤逆我 我要他死 全家陪葬 胡扬的吼叫声 让得包间里的人 都不寒而栗 他是真正的木空一切 并逆桀骜到了极致 至少在城中村 他将其他人视为蝼蚁 可任意踩踏 此人 已是狂到有些病态了 下午我开车回来的时候 看见宋雨如居然和一个男的在一起 妈的 好像 这男的被他带回家了 说话间 胡扬身上的凶利气息 简直就是无法掩饰地扩散了出来 让人瑟瑟发抖 我不管他是谁 我要他死 妈的 本少爷看上的女人 也敢染指 活腻了 胡扬转身 看向沙发后的几名标形大汉 豹子 这件事 你亲自去办 弄死了直接埋在后山的坟地 胡扬立声道 是 胡扬 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 那被称之为豹子的大汉 嘴角也是勾勒出一抹残酷的笑意 在城中村 杀人麻 又不是没杀过 事后往后山一埋救了事 深夜 11点 黄小龙和宋宇如一起 来到了后山脚下 抬眼一看 惨淡的月光下 喜福的山脉 极为的荒凉 特别是那一片坟地 远远望去 山上全是坟 一个个坟墓 就好像馒头一样零次结壁矗立着 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看一眼头皮都会发麻 另外 坟地里 普通人肉眼难见的阴气和怨气熏天如注 无数的鬼魂在嚎哭着 仿若无见地狱般可怕 当然了 黄小龙自然是不会怕这些的 甚至觉得有些没意思 此时 在帝王娱乐会所耀武扬威的胡杨 却是万万没有想到 黄小龙会连夜跑到后山 抱他家的祖坟 若是知道了 恐怕是要当场气死的 小龙 你到底 你到底想干嘛 此时此刻的宋宇如 心里是有些发毛的 幸好他知道黄小龙是个抓鬼小能手 要不然 他准得吓得嚎啕大哭 后山坟地 就算是白天来 都让人甚得发慌 更不要说这三更半夜的 大老婆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我就说了 你不要跟着我 你在家洗完澡上网看电视什么的多好啊 你偏偏要凑热闹 黄小龙嘻嘻一笑 李还说 还不是你 不知道你吃错什么药了 大晚上的 非要跑到坟地里玩 拜托 你 你难道想抓鬼 宋宇如 撬脸人发白 抓鬼 今天不抓鬼 今天我干别的 黄小龙 卧策高深地笑了笑 然后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两张符传 我 大老婆 这里有两张符 你贴身放好 千万不要弄丢了哟 黄小龙笑着把符传递给宋宇如 第240张坟地 这 这是什么符传 宋宇如不敢怠慢 连忙伸手将那两张符转抓了过来 其中一张是护身符 还有一张是顾魂符 黄小龙略微解释了一下 护身符是保护你 让你不被鬼祟侵扰 顾魂符是为了不让你的魂魄被野鬼勾去 小龙 你越说越吓人啊 宋宇如哭丧着脸 我要上山了 大老婆 你要是实在害怕 赶紧回去 黄小龙抬脚就朝后山走去 这个时候 宋宇如哪敢落单 赶紧就跑上去追到黄小龙 并紧紧攥住黄小龙的胳膊 整个郊区都贴在了黄小龙的身上 两人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 这条山路 直达后山坟地 这后山的坟墓 实在太多了 有新坟 也有老坟 有墓碑的 没有墓碑的 一些坟都许多年不曾有人祭拜过了 更不要说天土修缮 被老鼠刺猪什么的拱出了一个蛤的洞 再被大雨淋淋淋冲一冲 露出棺木 有些棺木烂了 陪葬衣物撒得到处都是 附近浇黑的树干 扭曲的树枝却无一粒外地指着苍茫的夜空 偶尔有乌鸦的叫声 令人毛骨悚然 小龙那那些发亮的事是啥 宋宇如牙关打颤指着长阳在坟地里 星星点点的浓绿色灵光问道 不那些是鬼火啊 黄小龙若无其事地说道 鬼鬼火啊 宋宇如吓得彻底不敢说话了 用尽全身力气抱紧黄小龙的胳膊 这么一来呢 他那丰满的山包 时不时地碰撞开擦一下黄小龙的身体 倒是让黄小龙心荡神池 艳浮无边 走着走着 作然 坟地里狂风大作 两人的头顶上方 乌云碧天 四周一米多高的荒草 被吹得速速作响 甚至于 被吹得压低了下去 其实这阵风 就是阴风 这阴风将镜草都吹倒了 足以见得 这里的阴气是该有多恐怖 阴气里还混淆着浓浓的怨气与煞气 就算是极为健壮的成年男子 被这种阴风一吹 回去也会大病异常的 也幸好宋宇如贴着放着黄小龙给他的护身符合固魂符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那啥 在这片坟地里 大不了就是一些家鬼和孤魂野鬼 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强烈的怨气 看来啊 这里的鬼都怒了 知道胡佳在掠夺他们子孙的气韵 因此怨气冲天 黄小龙自言自语道 小龙 你在说什么啊 胡佳 我们城中村的首富胡佳 宋宇如在害怕之余 却是有些纳闷了 小龙 难道你今晚干这种种稀奇古怪的 是尔 和胡佳有关 可是 胡佳也没得罪你啊 恩 大老婆 是已至此 我也不隐瞒你了 黄小龙的神色 变得出奇的严肃 说实话 今天 我就是来报胡佳的祖坟 啊 宋宇如下的尖叫了起来 他的眼睛瞪得极大 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黄小龙 小龙 你太荒唐了 你 你居然要动胡佳的祖坟 你这是 你这是对死者不敬 缺德啊 而且 听说挖别人的祖坟 是有遭报应的 我的天 难道 难道是因为 因为我告诉你 胡佳公子 追求过我 你 你现在报复他 挖他家祖坟 大老婆 你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他又不配做我的情敌 不用得着这么去报复他吗 黄小龙无语地摇了摇头 然后 一本正经的道 算了 我告诉你吧 反正你也是这个城中村的人 你有权知道这些 说完 黄小龙就将胡佳那庆竹南书的罪行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宋宇如 听到 宋宇如那是气的五内剧坟 他那美丽优雅的脸庞 都已经彻底的暴怒扭曲了 如同优雅的猫忽然间叫着露出尖利的牙 他的怒火都足以引燃周围的空气了 小龙 你 你的意思是说 胡佳之所以这么兴旺 是因为 他们把祖坟迁过来之后 把我们城中村所有英宅的气韵 都掠夺了 然后他们家飞黄腾达 而我们城中村的其他人 做什么都倒霉 还有血光之灾 大魁都无缘无故干碍晚期 是胡佳害的 我爸倒霉出车祸 被人打成炉内出血 差点一命呜呼 也是胡佳害的 这些都是胡佳害的 宋宇如咬牙切齿 一向善良文静的他 此时 真的是想杀人了 如果给他一把刀 他一准冲到胡佳去拼命 哇 说着 宋宇如又是嚎啕大哭起来 搂住黄小龙的腰 把头扶在黄小龙肩膀上 小龙 我们被害得好惨啊 我们真的被害得好惨啊 我们那么无辜 胡佳出钱修地铁 盖房子 我们还 还很尊敬他家 还 还以为他们是慈善家 没想到 他们就是魔鬼 世界上最可怕 最恶毒 最丧心病狂的魔鬼 好了好了 大老婆 你其实很幸运啊 最近半年 你在家里住的时间少 所以你没有沾太多的霉运 而且你遇到了我 无形之中 就化解了很多灾祸啊 我就是你的幸运心 黄小龙安慰道 其实呢 把胡家的祖坟挖了 他们布下的阵法就被破掉了 然后他们家不但不会再走运 而且会遭到反噬 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胡家有道是 在城中村布下了昆林镇 在后山坟地 又布下了九英聚财血 黄小龙已经看出来 胡家布置的是什么阵法了 九英聚财血 纵于如醋梅 好 好邪恶的名字 是啊 大老婆 九英聚财血是一种 极英极邪的阵法 可以吸尽方圆十公里 英宅的运气 让家族富三代 造成一家富贵 万家启食 一家兴旺 万家灭门的气象 不过由于运气有 吸尽之日 其祖坟必须每十年 搬关一次 黄小龙一本正经的道 小龙 我们马上去挖胡家的祖坟吧 我们一起挖 我帮你挖 宋宇如的眼睛里 也是有些愿读了 真正的愿读 胡家的所作所为 已经不是在损人利己了 而是丧尽天良 伤天害理 在这一刻 宋宇如再也没有了恐惧 而是整个人充斥满了仇恨与毁灭 好啊 大老婆 我们现在就去找胡家的祖坟 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 黄小龙牵着宋宇如的手 在坟地里穿行起来 就在这时 四面八方的坟堆里 有尖锐的鬼嚎声传来 西欧 一个红衣女鬼 直接窜了出来 她的形象极为恐怖 头已经断了 脖子上空无一物 其头颅被她双手捧着 鬼脸双目流血 嘴角确实勾勒出来一抹诡异的笑容 并张嘴咯咯咯地笑着 她倒是没有隐藏鬼形 因此 不但黄小龙能够看到她 就连宋宇如也看了葛玉清二楚 打出声明川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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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